第947章 你是我的神 寒武迸发威严 挣脱开五名皇胜军的压制 他的力量疯狂涌出 世界法环最先显现 并且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转化为威严十足的巨龙法环 瞬间 寒武身上的威严变得更为霸道 更具侵略性 这还不算完 寒武直接激活自己的能力 魔王真身 三段 无限冰封魔龙体 恐怖 霸道 残暴的威严自寒武体内迸发而出 十万米的高大身躯展现出来 有些弱小的眷族当场被寒武这恐怖的威严所震慑 内脏剧烈而亡 无论是主神还是黑衣人守卫 亦或者一些强大的眷族都感受到绝望将他们笼罩 即便是魅惑女神苏兰等原黑暗阵营成员 也在感受到寒武的威严后目瞪口呆 苏兰 你这学生未免也强得太超纲了吧 有些原黑暗阵营成员惊叹道 魅惑女神苏兰也在一瞬间 完全丢弃了自己的女神形象 忘我的赞叹道 寒武 震慑住眼前所有人 但寒武能够感受到周边有大量的光明阵营成员向着此地赶来 不过 仅仅是光明阵营的眷族 寒武觉得不足为惧 他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那些黑衣人守卫 也就是黄胜军 此刻 更多的黄胜军到来 他们默契地站在一起 所散发出来气势在融合 因为都是黄胜军 气息威压军一致的缘故 他们的气势很快达成了100%的融合 化形为一个放大版的黄胜军形象 从这个放大版的黄胜军身上 寒武感受到了战争阵营的法门 军事的力量 哼 众多黄胜军齐齐爆喝一声 挥出拳头 那放大版的黄胜军也随之挥出拳头 拳头朝寒武砸来 威力是普通小世界及生命体攻击的十倍 但寒武终究是小千世界级的强者 远远超过小世界级 面对着汇聚的一击 寒武随意抬手 便将其打散 打散后 寒武也开始反击 他取出自己的光明神职 拿在手中 光明神职化作无尽的神光 在天堂岛的特殊区域作用下 这神光变得要比正常情况浓烈数十倍 如同撒种子一般 寒武将手中神光抛出 神光化作无数道威力媲美极光的光剑 一举射杀了光明阵营中超过六成的卷足 即便是主神 在被射中之后 也难免受到重创 一时间难以恢复 而皇胜军们 却凭借着再一次汇聚起的军事 抵挡住了寒武的攻击 并且随着更多的皇胜军加入 军事的威力还在提升 寒武不能再拖 继续下去只会让他吃亏 于是他拿出另一枚神职 死亡神职 浓郁的死亡之力在他手掌中 汇聚成一个灰色圆球 宛若一颗果实 蕴含死亡之力的灰色果实 被他一口吞下 随后对着下方的皇胜军团队 以真言杀的形式 吼出一字 死 死亡的气息如同风拂过 十多名皇胜军瞬间倒地 一切生命体征消失 陷入死亡的状态中 寒武则直接喷出一口鲜血 以真言杀 一口气咒杀十多名小世界级的皇胜军 一下子将他体内所有能量 转化为的死气 全部用光 若非寒武身体疲势 单单是死气消耗过度这一点 就足以让他陷入虚弱状态 解决了皇胜军们 寒武不管主神和眷族的攻击 果断俯身 将十多名原黑暗阵营的成员 抓在手中 准备向前冲锋 现在 他就处于天堂岛的外围边缘 只要再向外走很短的一截 就能够逃出天堂岛 就能够沟通神域 沟通眷族 沟通小世界 寒武迫不及待地 要逃离这里 可没跑两步 他十万米身躯 顿绝后背一凉 一杆闪闪发亮的战枪 自天空落下 直接刺穿过他的后背 将寒武那十万米高的巨大身躯 定在地上 纵使寒武用力地想要爬起来 却根本无法行动 胸口的痛楚 令他狂喷漱口鲜血 被他护在手中的 原黑暗阵营成员表 露出关心姿态 纷纷从寒武的身上跳下来 用自己被压制的力量 来帮寒武 先从闪闪发亮的战枪下逃离 却没有什么效果 下一秒 魏妍的声音传入寒武 和一众原黑暗阵营成员的耳朵里 就平面 休想逃脱我的打击 寒武对这声音有些耳熟 很快他就想起来了 这声音的主人 就是光明神王 想当初 他们还曾见过 只因为里面不同 而互相看不对眼 现如今 他们再一次见面了 完了 一切都完了 原黑暗阵营的成员 尽数哀声一片 在他们看来 光明神王的到来 就预示着寒武逃离失败 预示着 他们所有人都要死在此地 感受到光明神王那纯粹的威压 寒武顿绝压力如山 因为他发现 自己小千世界的实力 也无法察觉到 光明神王的实力有多强 这种情况 只能表明一件事 那就是光明神王的实力 在他之上 把小爱琳娜交出来 光明神王威严道 这声音仿佛蕴含着某种魔力 即便是主神级别的神域玩家听了 也不禁在心中生出 要遵从光明神王指示的念头 被打晕的爱琳娜 就这样被交了出去 光明神王对着爱琳娜略微检查一遍 确定爱琳娜没有大爱 才继续看向寒武等人 在光明神王看来 魅惑女神苏兰等人士 黑暗阵营的余孽 是必须要杀掉的 而寒武 并非黑暗阵营的成员 可以留下来 用以威胁新兴起来的智慧阵营 必要时候 寒武也可以充当一个导火索 所以说 活着的寒武 要比死去的寒武更有价值 寒武留下 其他人尽数消灭 光明神王下达指令 众多赶来的主神 真神纷纷回应 并号召起大量卷族 对着魅惑女神苏兰等人 发起自杀式攻击 魅惑女神苏兰等十几个神域玩家 可是黑暗阵营元老级的人物 实力自然不弱 即便是在天堂岛 黑暗元素被严重限制 他们凭肉身格斗技术 也能够在海量卷族的进攻下 撑过一时 可撑过一时 又能有什么用 到头来 还是要被光明阵营消灭 一时间 所有原黑暗阵营的成员 被浓郁的绝望所笼罩 第948章 斗法 光明阵营卷族群包围 原黑暗阵营的成员活动范围 越来越小 周围观战的光明阵营主神 也纷纷亮出自己的神术 进行远程袭击 天堂岛特殊区域内 他们的攻击在极大程度被增强 原黑暗阵营成员 因天堂岛地域原因 防护减弱 此消彼长之下 原黑暗阵营很快就有人撑不住了 另一边 寒武瞧着原黑暗阵营成员受伤 心急不已 他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此次任务失败 当即一鼓作气 所拥有的神拳 在这一刻全力爆发 尝试进行最后一波 斗战神拳效果 斗战神体 转化神拳效果 能量守恒 真武神拳效果 真武神体 未完全版 屠杀神拳效果 屠杀结界 未完全版 在多种神拳加持下 寒武开始尝试 挣脱定在身上的光明战枪 另一边 随着未完成版的屠杀结界展开 寒武屠杀过的生命体 尽数从屠杀领域中涌出 扑向光明阵营的卷足 为原黑暗阵营成员 赢得宝贵的喘息机会 苟延残喘而已 镇压 净化 光明神王在上 释放威严 大量从屠杀领域中 跑出来的生命体 被无情粉碎 魅惑女神苏兰见此情形 心里对逃出去 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但他们这些原黑暗阵营的成员 可以死 寒武不是黑暗阵营的人 他不该死在这里 寒武 不要管我们 逃吧 他以自己全部的神力 去瓦解贯穿在寒武胸口的光明战枪 光明战枪中 蕴含光明神王的神拳之力 可并不是那般容易破开的 寒武也在动用转化神拳效果 能量守恒 将光明战枪分解 转化为自己的能量 在二者的努力之下 光明战枪碎裂 寒武重新站了起来 伤口在不死能力的作用下 顽强恢复 无限冰封魔龙体的霸道威压 再一次席卷整片场地 还没认命吗 卑微如萤火的你 也敢忤逆我 宛若太阳般的光明 不自量力 光明神王抬手间 猛烈的光柱将寒武十万米身躯笼罩 光柱灼烧下 寒武的无限冰封魔龙体 在迅速碳化瓦解 纵使寒武以最大功率 将这光明之力 转化为自己的力量 可他和光明神王相比 终究还差一些 附带光明神拳的攻击 岂是这么容易被转化吸收的 给我跪下 光明神王再一次加大输出 恐怖的光柱 仿佛要将寒武彻底净化一般 寒武无限冰封魔龙体 再也难以支撑 轰然碎裂 寒武本人恢复自身 身上全是灼伤 但他的不死能力 依旧在忠诚地吸收着他的能量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为其恢复着身体的损伤 打不过 仅凭现在的他 压根不是光明神王的对手 迫不得已的寒武 只得动用自己最后一张底牌 刹那间 一股时间之力 自他体内爆发 纷针能力 发动 寒武周边千米之内 一切事物被按下暂停键 倒计时60秒 寒武趁机再次发动魔王真身 附身在魔王真身上的瞬 展现出身形 以极快的速度 将所有原黑暗阵营成员 统统捆绑在自己身边 寒武也是趁着这一分钟时间 往外跑 不顾一切往外跑 只要踏出天堂岛范围 寒武就有 能够沟通小世界 获得小世界力量的支持 光明神王急忙发起攻击 无数道威力十足的 微型光明战枪飞射 却统统停留在寒武千米范围之外 纷争能力下 这个范围内 除了寒武自身不受影响 其他事物尽数陷入时间静止状态中 攻击也不例外 光明神王脑筋飞速转动 既然直接攻击 暂时无法伤害到寒武 那就以囚牢将寒武活动范围限定 下一瞬 无边的光明城墙拔地而起 直通天际 阻挡在天堂岛的边缘 寒武纵使能够停止时间 也无法在短时间内 打破着光明城墙 直到纷争能力时间耗完 寒武也没能逃离天堂岛范围 哪怕是他与外面 只有一墙之隔 束手就擒吧 光明神王现身 在他身后跟着大量的光明阵营主神 还有不少黑衣人守卫 他们向寒武快速逼近 寒武脸上尽是苦涩 身后的光明城墙堵住了他所有的希望 自己在和光明神王的斗法中 一败涂地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突然在他眼前展现 是假鬼 在战斗中一直不见人影的他 现在却出现了 光明阵营的主神们看向假鬼的眼神中 充满了嘲讽之意 架都要打完了 大局已定 他现在过来 还有什么用 有光明神王正常 假鬼就是有天大的本事 还能翻了天不成 假鬼虽然害怕 却还是迅速凑到寒武身边 寒武兄弟 你猜我刚才去做什么了 寒武是一点心情都没有 都死到临头了 他不想猜假鬼做了什么 见看寒武没有兴致 假鬼也不再藏着掖着 直言道 刚才我跑出去了 然后沟通了你的身外化身 让他给传送过来一点东西 说着 假鬼直指背后 寒武用手一碰 熟悉的感觉传来 是白刃 绝世 假鬼竟然把他带来了 手握白刃 绝世 寒武瞬间感受到大量力量 灌输入自己的身体中 他肉身所遭受的伤害在瞬间 完全恢复 因为白刃 绝世本身就是一把世界级神兵 他就是一个世界 光明神王意识到情况不对劲 再一次抬手 释放出万千道 带有附带神拳之力的 微型光明战枪 寒武挥舞手中的白刃 绝世 强力招式展现绝世展 穹顶 玄武气魂迸发 化作巨大的穹顶 护住寒武 以及那些原黑暗阵营成员 寒武遁感身体能量有些不足 不过没关系 他继续释放绝世展 吞天 吞天与寒武体内 所拥有的昆蓬神弓产生呼应 化形为一条无比硕大的 昆冲向光明阵营 将大量光明阵营成员 吞入口中 寒武获得能量反补 体内能量充盈起来 有了足够的能量支撑 寒武转身就对着身后的光明城墙 再一次发起攻击 绝世展 通天 能量汇聚成一根螺旋尖刺 开始疯狂旋转 轻松刺入光明城墙之内 致力于将光明城墙贯穿出一条通道来 寒武 我绝不会让你离开 光明神王见此 眼中凶光毕露 他抬手间 无尽光明之力 在他手中汇聚成一把华丽长枪 此枪名为胜利之枪 乃是他所掌握的光明神权所衍生出的效果之一 威力足以秒杀神王 今日 光明神王就要用这把胜利之枪来终结寒武 第949章 强元 天堂岛外 四道身影突然出现 分别是斩铁剑锋 拥有虚空猎手基因的弓神巴德 异变之源 以及愤怒之战斗暴龙王兽 四者身影落地 弓神巴德直接当场瘫倒 为了节约时间 一路上 他都在使用虚空之力来打开虫洞来加快赶路的速度 能够来到天堂岛之外 已经是精疲力竭 你再次休息 我等去攻迎神明 斩铁剑锋沉声道 随即 三者前进 就看到了那面直通天际的光明城墙 斩铁剑锋闭目感知 凭借圣徒和神明的紧密联系 他很快找到了寒武所在的方位 神明就在这面墙的后面 下一步 三道身影 齐齐来到光明城墙前 斩铁剑锋 抽出上百把黑金巨剑 蓄力释放 愤怒之战斗暴龙王兽 异变之源却突然抬手示意 二者暂停 相隔如此距离 他已经能够与寒武建立联系 结果发现 寒武此刻正处于致命危机中 当即 异变之源便做出决断 自己该出手了 时针之力 发动 一股覆盖他方圆百米的时间屏障 将周边一切笼罩 覆盖范围包括光明城墙之后的寒武 秒针 分针 时针三种能力 各有利弊 秒针蓄能时间短 覆盖范围大 最多可令方圆万米范围陷入时间静止 分针蓄能时间中等 覆盖范围中等 可令方圆千米范围陷入时间静止 时针蓄能时间最长 覆盖范围却是最小的 只能让方圆百米范围陷入时间静止 在时针的覆盖下 寒武周边时间静止 他以及周边所有原黑暗阵营成员都无法行动 纵使他们的意识很清醒 可身体以及能量皆无法回应 或许动用意志 强制去冲击时间静止 能够极大的缩小暂停的时间 可寒武不会这样做 他很清楚 以便志愿动用时针能力 不是想要伤害他 而是要就他胜利之枪 已经投掷而出 精准锁定寒武方位 速度如光一般 即便是在时间静止范围内 也在保持着每秒一米的距离 向前缓缓前进 留给寒武的时间 只剩下不到一百秒 怎么回事 又来 光明神王也纳闷 时间方面的全能本就十分稀少 并且极其耗费能量 寒武之前刚使用过一次 才这么一会儿就又使用一次 而且时间还这么长 实属罕见 不过即便如此 光明神王依旧觉得自己胜券在握 从光明神圈中衍生出来的胜利之枪 可绝非能力就能够完全克制 只需再过一百秒 寒武照样得死 另一边 斩铁剑锋和愤怒之战斗暴龙王兽 同样陷入被禁止的状态中 无法再对光明城墙进行破坏 一变之源只能自己来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压缩的血肉干 塞入口中咀嚼吸收 金银索开启 下一刻一变之源化为了第二个愤怒之战斗暴龙王兽 愤怒之战斗暴龙王兽种种强大的能力被他所得 他虽然不熟练 却也能够正常使用 随即 一变之源的身体开始摇摆旋转 他化作一阵龙卷风直刺光明城墙 在强劲的穿刺力下 光明城墙被钻出一个大洞 一变之源暴露在光明神王眼前 初见愤怒之战斗暴龙王兽 光明神王双目亮起神光 他对愤怒之战斗暴龙王兽的体态非常喜欢 强悍的身体加上强大的技能 光明神王甚至能够嗅到愤怒之战斗暴龙王兽身上所携带的愤怒 战斗光明龙兽等强力全能的气息 最关键的是愤怒之战斗暴龙王兽是光属性 和光明阵营非常契合 看到愤怒之战斗暴龙兽形态的第一眼 光明神王就在心里告诫自己 一定要将它拿下 让它成为光明阵营的旗帜 可下一刻愤怒之战斗暴龙王兽大爪子一挥 将寒武和一众原黑暗阵营成员拉出天堂岛范围内 随即 时针能力终止 胜利之枪定在空处 能量凝而不报 光明神王的脸色顿时黑如锅底 而寒武等人自时间静止中解脱出来 纷纷恢复沟通神域的能力 下一刻 寒武身上更加磅礴的力量迸发 在他身后 数百颗小世界被巨线出来 形成一条微型星河 环绕在寒武身侧 这些小世界中 有些是寒武通过入侵 吸收死气所凝聚的死气小世界 有的是通过摘星法门所获取的世界 更多的是来自麾下的眷族 不过现在 这些小世界都归寒武掌控 吸收小世界所产生的能量 寒武身上所有伤势尽数恢复 体内能量充沛到极点 手中的白刃 绝世更是被惊人能量灌注 释放出耀眼的白色光芒 在寒武两侧 斩铁剑锋白把黑金巨剑 汇聚成一把万米长的暴风黑金巨剑 斩铁式准备 就为另一侧 全副武装的愤怒之战斗暴龙王兽 汇聚出一颗比他身体 都要大上百倍的钙亚之力能量炮 随时都准备砸下 光明神王见此 赶忙朝着身边的光明阵营成员吼道 把你们的光能统统献出来 助我 瞬息间 无尽光能涌入光明神王的体内 加上天堂岛低于特性 极大的增强了光明属性的威能 令光明神王所释放出的神权之力 获得巨额增幅 光明圣盾 光明神王抱贺一声 属于光明神权第二个效果 在他的释放下展现 一面由无尽光芒所组成的盾牌 照在光明神王 以及众多光明阵营成员身前 盾牌上镶嵌着上万颗宝石 若仔细打量的话 会发现那根本就不是宝石 而是一颗颗小世界 光明圣盾形成的一刻 寒武这边攻击也紧接着到来 小千世界即攻击 盖亚之力 媲美小千世界即攻击的斩铁士 寒武手中的白刃 绝世迸发出最赤烈的光芒 绝世斩 斩龙释放 斩龙附加在白刃 绝世之上 令白刃 绝世下一次攻击 爆发出成倍的威力 天帝一刀斩 寒武怒声斩下 汇聚无尽天帝之力的一刀斩下 三道小千世界即攻击 重重砸在光明圣盾之上 刹那天 天地变色 能量冲击波向两侧卸出 造成天堂岛内大面积塌陷 硝烟散去 光明神王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他以光明神权所形成的光明圣盾上 裂开了一刀大口子 正是寒武天帝一刀斩所造成的 这表明着 寒武这一刀 有将他斩杀的可能 第九百五十章 军事对抗 光明圣盾在上万小世界能量供应下 裂开的口子迅速合拢 再一次变得完好无损 但在场人谁都清楚 寒武刚才确确实实地 破开了光明神王的盾 趁他病 斩铁剑锋和愤怒之战斗暴龙王兽 再一次汇聚能量 寒武手中白刃 绝世重新亮起光滑 光明神王见寒武这架势 面色格外凝重 寒武已经显露出了斩杀他的实力 为了生命安全起见 他决定不再冒险 光明神王的目光 转向身后那些黑衣人护卫身上 还不护驾 神域下达 自光明阵营中 跳出上千个散发着世界及气息的黑衣人护卫 寒武知道 这些黑衣人护卫 其实都是黄胜军 上千个黄胜军气势升腾 于空中凝聚成一个巨大黄胜军形象能量体 此乃战争阵营的法门 军事 是集合广大弱小生命体 所爆发出强力攻击的方法 若是由强者来使用 那威力更甚 黄胜军能量体迸发出一拳 恐怖的威压 直接将寒武 斩铁剑锋 以及愤怒之战斗暴龙王兽所笼罩 寒武急忙转换招式 以绝世斩 天穹抵挡 一击之下 天穹碎裂 黄胜军能量体继续汇聚能量 准备下一击这一击的威力 已经达到了小千世界级的范畴 群体的力量聚合起来后 显然要比个人的力量更加迅猛 寒武健壮 也不再隐藏实力 不就是军事法门吗 他又不是不会 召唤卷族 无穷无尽的蝗虫受到召唤 纷纷自小世界中飞出 规模庞大 数量惊人 笼罩在寒武的头上 将天空和光线都要遮蔽 以蝗虫那低劣的治理 学会军事法门有些费劲 不过 寒武早就研究出了解决的办法 他下达神域 命令所有的蝗虫召唤图腾 和蝗虫数量等同的寒武显现出来 一时间 天上地下 竟是寒武的身影 光明阵营所有成员外 加上原黑暗阵营成员都看傻了 一个寒武就已经这般难对付 更何况 是眼前这近乎无穷无尽个寒武 脸色最难看的 还是光明神王 他本以为凭借黑衣人护卫团 就能够将寒武等人拿下 可现在看来 好家伙 这是捅了寒武窝了吗 皇胜军数量就不少 现在又冒出无穷无尽的寒武 两人多少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所有的寒武 接收到寒武的指示 展开军事法门 他们实力不一 且只拥有一次释放攻击的机会 但在极其庞大的数量 以及近乎心意相通的情况下 军事的威压爆发出来 形成一个巨大的寒武能量体 寒武能量体一出现 就对着对面的皇胜军军团 用尽全力地砸出一拳 这一拳包含着所有蝗虫的能量 也是所有寒武的合力一击 带着超强力量的一拳砸下 皇胜军军团 只剩下零星几个战位边缘的皇胜军 逃过一劫 其余皇胜军 尽数被捶成肉将 连带着皇胜军们的军事 也被寒武能量体所捶碎 虽说在攻击完毕后 寒武能量体会因为能量耗尽而消失 可凭借这次攻击 数量上千的皇胜军军团被瓦解 寒武属实是占了大便宜 光明神王已经不知道 自己有多少年 没被逼到这种份上 但他毕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神王 即便是在皇胜军军团被打碎的情况下 光明神王依旧没有放弃这次战斗 手下人靠不住 还是自己出手稳妥 他上前一步 踏出天堂岛范围 天堂岛特殊的地理优势 对他的加成消失 但光明神王得到了 能够沟通小世界中卷足的权利 各种光明属性卷足 被他从上万个小世界中换出 在这些光明神物的庞大信仰之力下 光明神王展现出自己最强的一面 光明神拳完全爆发 效果一 胜利战枪若是被刺中 便会遭受到身体乃至精神层面的进化 如果故意抵抗这进化 需消耗十倍以上的能量 才能彻底抵抗 如果接受这进化 就会被强制种植光明信仰 效果二 光明圣盾 镶嵌了上万颗小世界的至尖之盾 是光明神王的最强防御 效果三 光明神体 能够无限吸收光明之力 并进行超负荷释放的神圣体质效果四 流明光环 释放刺眼的光芒 可剥夺其他生命体的势力 造成超大范围性木芒 四个效果 每一个都是王炸击的存在 在四个效果的加持下 光明神王才算是拿出了自己所有的实力 寒武感受着光明神王暴涨的威压 眉眼眯起 他的眼睛 在流明光环的照射下 已经开始刺痛了 若非有神权之力护着 他可能会暂时性变下 但其他人 可没他这种实力 原黑暗阵营成员 承受流明光环的照射 当场暂时性失明 甲贵即便是隐匿起来 也会被流明光环所带的光芒 闪瞎狗眼 寒武指得将他们先藏入自己的一个小世界中 避免在接下来发展中拖后腿 光明神王的强大 在于将光明属性 进行了无比透彻的研究 让他的光明属性 不再只是光明元素 而是元素和神力之间的结合 所以 寒武的转化神拳 才无法在短时间内 将他的攻击 完全转化为自己的能量 现在 光明神王的形态 已经无限逼近于中千世界几层次 寒武还没有与之交手 就隐隐感觉到了 自己敌不过 敌不过怎么办 认输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寒武有长盛的称号 他不可以输 但可以平手 话而言之就是 跑就对了 打不过就跑 不丢人 比被按在地上来回摩擦 要体面不少 不过跑 也有讲究 姿势要帅 速度要快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最要提防对方偷袭 寒武眯着眼睛 直视光明神王 缓缓后撤 不暴露一点破绽 不给他一丝可乘之机 光明神王 岂能容许寒武离开 当即就冲上前 胜利战枪挽着枪花突刺而来 招招对准的 都是要害 寒武同样身经百战 再加上斗战神体 和真武身体 未完成版的加持提升 在光明神王的猛攻之下 还能应付一二 而这时 斩铁剑锋的攻击准备完毕 黑金审判降临 为寒武争得一点休息的机会 第951章 艾琳娜的命运 强力的黑金审判 锁定光明神王 光明神王 只得暂时放弃攻击 转而迟钝抵御 黑金审判中 蕴含着弑神之力 并且附带着无尽的威压 一击落下 愣是在光明圣盾上 砸出道道裂痕 光明神王抵抗着黑金审判 心里大惊 眼前这个剑锋族的异变体 竟然拥有两种 能够极大程度提升自己攻击力的强劲招式 属实难得 再看另一旁的愤怒之战斗暴龙王兽 盖亚之力凝聚 再一次砸向光明神王 光明神王依旧持钝抵抗 光明圣盾上 正在修复的裂痕再一次加大 若是在扛上几次这种程度的攻击 光明圣盾很可能会碎裂 那自己的防御破碎之前 光明神王必须要将寒武斩杀 华丽的枪花充满了危机 硬施压的寒武 根本没有时间来释放绝世斩寒武以白刃 绝世抵抗 虽有斗战神体和真武神体加持 但战斗经验相比于成名已久的光明神王而言 还是有所欠缺 没过一会儿便隐隐显露颓势 躲在后面的异变之源 看在眼中急在心里 他想上前帮助寒武 可他又很清楚 自己在研究方面是一把好手 但战斗方面属实业余 焦急之时 异变之源看到了一个 在之前军事对抗中死里逃生的黄胜君 顿时 异变之源眼睛一亮 对于黄胜君 他可以说是相当熟悉 了若执掌 当初黄胜君至少有上百条命 都在他的研究下 给研究没的 他对于黄胜君的研究数据 足以装满一座大仓库 现在 上好的实验体就在一旁 异变之源岂能放过 他打不过光明神王 还打不过一个黄胜君吗 加速冲上 异变之源闯到黄胜君身旁 以最快速度将黄胜君捆住 然后体内自行生产相应的 基因药剂以及病毒蠕虫 注入黄胜君体内 并开始以定向变异能力 诱导黄胜君基因变异 起初 黄胜君还在挣扎 可随着药剂和病毒蠕虫发挥作用 黄胜君发现自己动不了了 一种意识在代替他操控这具身体 并且那个意识中 存在着多种 关于如何更加合理地使用这具身体的记忆 30秒后 一个改造完毕的黄胜君诞生 他在病毒蠕虫的操控下 汗不畏死地冲向光明神王 光明神王正在以绝对的优势 凭战技碾压寒武 突然察觉到后方有生命体靠近 微微感知 发现是黑衣人护卫 便没有加以警惕 结果 下一刻 黄胜君那拳头 就撞在了光明神王的后腰上 小世界级的气力 穿透光明神王皮肉 直击光明神王的腰子上 这是一变之源 给病毒蠕虫下达的命令 黄胜君的身体 只是一具忠实执行的道具 光明神王受到如此有针对性的一击 身体当场就有些发虚 哪个男人能够承受一击圣击 没有男人能抗主 只是男人不能说不行 光明神王强称着发虚的身体 愤怒转身 以胜利之枪要捅死黄胜君 但黄胜君快他一步 直接自爆 小世界级战力的爆炸 所带来的破坏 足以对光明神王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韩武则趁着这件系汇聚能量 绝世斩 繁星 数以百亿的能量刀刃凝聚 在韩武的指挥下 化作一道刀刃长河 齐齐刺向光明神王 纵使光明圣盾防御坚固 可在一次次的刀刃碰撞之下 上面所镶嵌的一颗颗小世界被破开 光明圣盾的效力在急剧削弱 等所有刀刃释放完毕后 再看光明神王 流明光环被炸碎大半 光明圣盾黯淡无光 胜利之枪断成竖节 身上还插着几把刀刃 这模样简直凄惨到了极点 可即便如此 韩武依旧没有伤到光明神王的根本 他后跳术步 重新回到天堂岛范围之内 光明阵营成员投放出大量光明之力 尽数被光明神王吸收 一切神圈效果快速恢复 光明神王身上的伤势 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韩武顿时在心里暗骂 光明神圈是真变态 能抗能打 也太难杀了 眼看光明神王即将再一次恢复 韩武索性不打了 直接撒腿就跑 他算是看出来了 如果没有一击将光明神王灭杀的把握 就不要和光明神王对战 否则 光明神王会凭借极其强大的恢复力 以持久战来耗死对手 光明神王目视韩武逃跑 也没有追 双方都知道 继续战斗下去 对谁都没好处 虽说光明神王占据优势 可他也怕韩武冷不丁地 再拿出些新鲜玩意 在破开自己光明圣盾的时候 给自己来上一头 毕竟 韩武也是拥有斩杀他的实力 只是命中率很低罢了 随着韩武逃跑不见踪影 光明阵营的成员 才上前询问光明神王 是否继续追击韩武 光明神王发了个白眼 现在人都跑没影了 才提追击 早干嘛去了 再说 若是光明神王想要追击 还用得着这群光明阵营的成员体 他一个人就能办 啥也不是 光明神王冷哼一声 转身目光落在已经苏醒的光明之女 艾琳娜身上 这是他最杰出的后代 也是他最喜欢的后代 只是从目前的表现看 艾琳娜相比于他的期望 还差得远 艾琳娜 你忠诚于我 是否愿意将全部身心 贡献于光明 光明神王突然发问道 艾琳娜连忙回复道 艾琳娜愿意 那好 接下来我给你个任务 你去和黑暗神王的儿子 安宇念结合 我需要一个 能够同时掌握光明和黑暗的孩子 来继承我的意志 光明神王直言道 艾琳娜表情略显纠结 可心中的信仰 战胜她自己的意愿 艾琳娜会努力地去完成任务 艾琳娜虔诚到 生于光明神王家的她 接受了属于自己的命运 光明神王点点头 虽说将苦心培养起来的艾琳娜 没有达到预期 但只要她服从自己的命令 能够继续为光明阵营贡献 那她就还有价值 回首看看 大面积坍塌的天堂岛 此次行动 虽说没能完全将 黑暗阵营的余孽都清理掉 却也完成了四分之三 并且活着了未来的 黑暗神王安宇念 并且给光明阵营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韩武 智慧阵营 等我将黑暗阵营的收获完全吸收 再来与你们算账 光明神王心中很声道 他抬头看看天空 嘟囔一声 神域的天 也是时候该变变了 第952章 战后收获 韩武在回神域的路上 遇到了长途跋涉来的卷族军团 接上他们 韩武果断激发定点坐标 回到血腥竞技场 韩武算过 从当前地点 一路赶回神域文明 所需要的时间太长 若先通过定点 传送回血腥竞技场 然后再传送回神域文明 能够节约很多时间 血腥竞技场 是韩武自己的地盘 回到这里 是绝对安全的 听说主人回来 血腥竞技场的管理人马克思 带着这些时日的账本 供应韩武回归 韩武接过账本并没有看 宜人不用用人不宜 韩武完全相信 马克思不会做背叛自己的事 管理人马克思是个聪明人 一眼就看出 韩武对他的信任 心里舒畅之际 拍拍手 将这段时间里 血腥竞技场所培育出来的 精英叫上来 给韩武认识一下 血腥竞技场所培育的种族 主要就是血腥斗魂 这个种族可以吸收血液 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而竞技场上 最不缺的就是血液 卷族之间的争斗 往往是血流成河 这些血液 就是血腥斗魂的养料 只是之前按照这种方法培养 血腥斗魂能够完成大规模繁育 但很难成才 普通的血液中 血液中所蕴含的能量太过浅薄 无法帮助血腥斗魂 得到更高的提升 这种情况 随着韩武成为这里的主人后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韩武通过各种办法 将血液中所蕴含的血能量提存出来 然后使用分解机 加以分解提存 得到的血精石品质超高 让血腥斗魂的伙食 获得了质的提升 也导致血腥斗魂种族 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 诞生出了不少精英人才 光是小世界级生命体 就已经达到了五名 毁天级和灭地级加起来 更是超过了万名 并且因为死亡之塔的缘故 血腥竞技场的管理人马克思 还代替韩武招到了不少高手 这些高手享受着血腥竞技场所的供奉 平时会为血腥竞技场站台 维护血腥竞技场的秩序 听完马克思上报的一切 韩武满意地点点头 他自己粗略计算 血腥竞技场当前的规模阵容 在神域阵营排行榜里 基本能够达到30名程度 虽然不是很高 却也算是极其了不得了 毕竟血腥竞技场 还处于奋发图强阶段 假以时日 会有更多的强大生命体诞生 了解完血腥竞技场近期的发展后 韩武将原黑暗阵营的成员 从自己的小世界中释放出来 这些原黑暗阵营成员出来后 感受到空气中还算熟悉的气息 各个热泪盈眶 能够从光明神王的手下逃出来 对于他们来说 就等于鬼门关前溜达了一圈 感动过后 他们又在为自己的未来的生计感到担忧 黑暗阵营战败 大量黑暗阵营成员被消灭 只剩下他们这些还存活 若是单靠自己回到神域闻名 保不齐会被光明阵营的成员 揪出来报复 或及家人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当前 他们最大的愿望 就是再找到一个依靠 眼前韩武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魅惑女神苏兰 已经确定了自己未来的去处 她要陪着智慧神王徐海 共同经营智慧阵营 但原黑暗阵营成员的死活 她也不能坐视不管 在众多原黑暗阵营成员的恳求下 魅惑女神苏兰向韩武询问 是否能够接纳这些原黑暗阵营成员 韩武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 这些原黑暗阵营成员里 大多是都是资深的主神 放在神域闻名 妥妥的高质量人才 而且能够在原黑暗阵营脱颖而出 必定有着不错的实力 凭空收了这么多优秀之人 韩武怕是做梦都会笑醒 得到韩武赞同 这些原黑暗阵营的成员们 尽数发下心中那块大石 他们相信 有韩武的庇护 至少那些光明阵营的人 不敢明目张胆地来找他们麻烦 不过保险起见 韩氏还是要求这些原黑暗阵营成员 去把家人接过来 避免夜长梦多 期间一切费用 他来报销 原黑暗阵营的成员们 对此更是感激不已 考虑完这片原黑暗阵营成员的安排后 韩武则返回自己的神域中 总结自己的收获 此次救援 韩武算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解救了魅惑女神苏兰 并且还招收了 共计16名原黑暗阵营的主神 但这却只是韩武收获的一部分 他的另一部分收获 来自击杀 在屠杀神群的影响下 韩武每一次杀戮 都相当于进行了一次生命献祭 一些弱小的生命体 进行生命献祭 也得不出什么好东西来 所以 韩武并不是特别在乎 可这一次不同 他不但自己亲口以真言杀的方式 一次性击杀了十多名皇胜军 蝗虫卷族还以军事法门 直接就是秒杀了上千皇胜军军团 经过屠杀神权的作用后 两次都得到了不错的奖励 其一位闭关空间 一个可调节时间流速的狭小空间 体积为10公里乘10公里乘10公里 时间流速最大可提升为100比1 也就是外面一天 闭关空间里100天 只是随着时间流速的增大 所消耗的神性也会增长 好在韩武现在很富 神性掏得起 他已经决定好了 将闭关空间放在神域中 然后放进去上百个 普通一些的身外化身 这些身外化身 不用干别的 每天只领悟秘籍 尽快将真武神权的开发度 给提到100% 而第二个奖励 就要丰厚很多了 因为这竟然是一枚完整的神权 是一次性击杀上千个皇胜军 才获得的奖励 其名为 百变神权 这个神权虽然是小神权 可功效特殊 拥有这个神权后 可以通过吸收生命体一滴血液 而掌握相应的种族变身 还可调节身体特征 从而实现易容效果 变身后的实力 会根据种族不同 而有所不同 但不能超过自己的真实实力 看似鸡肋 却是一种非常实用的神权 寒武已经为他确定了 日后所镶嵌的能力位置 就是当前的将武567变 寒武几乎能够想到 当将武567变 和百变神权绑定到一块时 契合度会有多高契合度 极高的情况下 往往会发生一些 更高深的提升 不过具体会是什么情况 还需要寒武将真武神权的开发度 提升到100%后 将百变神权吸收才行 除此之外 那些通过生命献祭 所得到的普通资源 寒武尽数将其赏赐给有功的卷足 刚完成这些 寒武就收到了来自贾桂的视频通话 寒武兄弟 出来喝一杯吧 我请客 贾桂那张满是褶子的老脸上 带着一种近似谄媚的表情 寒武顿觉 这里面肯定有事 因为贾桂这人 平日里抠门抠到极点 今天破天荒的 想要请寒武喝酒 说明想要求的事还不小 第953章 孙庆年 那是我现任 念在贾桂这次表现不错的份上 寒武还是答应了他的邀请 二人相约血腥竞技场外的小酒馆 来到约定地点 贾桂已经为寒武点了一杯 小酒馆里最便宜的卖酒 嘿嘿 贾桂刺着大牙 老脸笑得如同一朵老菊花 示意寒武坐下聊 寒武看看 那廉价的卖酒 手指轻敲桌子 你这是很难办啊 咦 可是我还没说什么事 贾桂笑容收敛 哦 那你说说 寒武端起麦酒 喝了一小口 酸色的口感 加上几分酒精的味道 让他以为 那是放了三天的刷锅水 他不动声色地 将麦酒吐回酒杯中 贾桂注意力 根本没放在寒武身上 坐在椅子上 双手交错 有些扭捏 似乎还带点羞涩 寒武兄弟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寒武顿时一口气没上来 剧烈咳嗽数秒后 看着贾桂那张目测 有五六十的老脸 不禁评价道 长得帅的人 叫一见钟情 你这样的 应该叫剑色起义 别管我是一见钟情 还是剑色起义 我只知道一件事 我应该是恋爱了 贾桂羞涩说道 老脸似乎还微微发红 这举动 看得寒武一阵发寒 他突然想起 在和爱琳娜对决时 贾桂一直让他放水 你的恋爱对象 不会是爱琳娜吧 寒武试探性地问道 但心里已经确定了十之八九 贾桂顿时露出一副 恍然大悟的模样 原来他叫爱琳娜呀 真是个可爱的名字 寒武直翻白眼 你连人名字都记不住 你确定这是恋爱 你这纯粹就是缠人身子 你下贱 贾桂则反驳道 寒武兄弟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我贾桂向来都是光明正大 喜欢一个人有错吗 爱一个人有错吗 但爱琳娜人也没错呀 凭什么要被你喜欢 寒武还是第一次 为爱琳娜说话 虽然爱琳娜傲慢 固执 甚至有些癫狂 但若是让他在帮爱琳娜 和帮贾桂两者上选择 寒武倾向于爱琳娜 贾桂被寒武说得有些沮丧 但依旧不死心 寒武兄弟 我知道智慧阵营和光明阵营不合 可我就是喜欢爱琳娜 自从上次见了她 我做梦梦里都是 她我求你帮帮我 寒武眉头紧皱 他在思考这件事的可能性 毫不客气地来说 这件事可能性为零 或者负数 别说爱琳娜那官 就是光明神王那官 不会同意让爱琳娜跟贾桂配对 若是真的成了 那他光明神王的脸往哪放 寒武想到这点 突然眼睛一亮 如果真的把贾桂和爱琳娜 撮合到一起 那会是一副怎样的场景 他敢肯定 光明神王若是看到这景象 绝对会凸显 这绝对可以算得上 是对光明阵营精神层面上的 沉重打击 寒武脑海中 甚至联想到了 贾桂和爱琳娜的合照 顿时笑出了声 贾桂见寒武笑了 还以为寒武有办法 倒是跟我说一说啊 寒武强忍着笑意 摆摆手 他 寒武 杀人放火还行 但逼梁为娼推人下火坑 真没干过 不过寒武倒是有个人选 于是 他拨通了孙庆年的频道 很快 视频通话接通 寒武只看到孙庆年赤裸着上身 坐在屏幕前 身后是一个红色的场景 和一张大圆床 有道女人的身影 在画面里快速闪过 只一眼 寒武就确定 那道身影不是烈焰女神石山 也不是丽娜老师 更不是已经移民到了神域文明的金团团 寒武不禁咽了口唾沫 论花心 还得是孙庆年啊 孙庆年看出寒武的异样 连忙解释道 寒武 你别误会 那是我安插在生命阵营的县人 哪个县 前列县吗 我没见过哪个县人 会在情趣旅馆街头 孙庆年有些尴尬的摸摸鼻子 连忙道 别光顾着挖苦我 说正事 你是有什么事来找我吗 最近你捅的篓子可不小 寒武略微收敛 移下自己的情绪 毕竟孙庆年这人性格就这样 寒武也习惯了 我有个朋友 想要学一学吃软饭的诀窍 寒武直说道 画面中的孙庆年表情顿时玩味起来 寒武 咱们是肝胆相招的兄弟 但我和秦爽也是好朋友 我不希望你做对不起他的事 但如果你真的做了 我只能尽我所能地帮你瞒着他 滚 你以为我和你一样吗 我是替贾桂问的 寒武纠正道 贾桂的脑袋凑到画面前 瞧着 贾桂那张人增鬼贤的脸 孙庆年头一次感受到了压力 不是我不帮忙 这种情况 我一般不推荐去吃软饭 容易饿死 如果他要吃软饭的对象 是爱琳娜呢 寒武说道 画面中 孙庆年脸上表情呆住了 缓了大概半分钟 才明白过来 哈哈大笑 寒武 还是你的心够脏 最近光明阵营 在暗中筹办爱琳娜 和黑暗神子安宇念的婚礼 你这么搞 绝对能让光明神王破大房 你放心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孙庆年说道 他已经联想到 如果事情成功 光明神王会弃成什么样 对整个光明阵营来说 又会是多大的打击 寒武点点头 贾桂听到孙庆年的保证 喜笑颜开 乐得和五百多个月的傻小子一样 寒武正准备挂断通话 孙庆年却突然示意 自己还有一件事 需要请寒武帮忙 有什么事 你说 贾桂的问题能解决 让寒武心情不错 原黑暗阵营里 有个女神叫芳芳 现在已经归入到了你的阵营 我需要你平常多关照一下他 孙庆年提到 寒武疑惑 他是知道 那个名叫芳芳的女神 是魅惑女神苏兰的姐妹 虽然不如苏兰美丽 却也算是风韵犹存 可为什么孙庆年让自己关照他 寒武脑海里 蹦出一个大胆的念头 他该不会也是你的线人吧 寒武询问道 虽然是询问 可心里其实已经确定了这一猜测 画面中 孙庆年点点头 寒武顿时有些头疼 他有点担心 有朝一日 烈火女神石山再次暴走 会不会把孙庆年 熬有点天灯 我能冒昧地问一个问题吗 你究竟有多少个这样的线人 寒武面容纠结地问出这个问题 孙庆年也不带任何隐瞒的回答道 那得看神域文明 有多少个阵营了 第954章 圣君足 关于如何让贾桂成功吃上软饭这件事 寒武没有掺和 全权交给孙庆年和贾桂私聊 寒武相信 凭借孙庆年的功底 把贾桂培养成一个渣男 应该问题不大 回到神域 寒武打开净化图谱 查看净化路线的繁育情况 在蝗虫庞大基数的育育下 新生蝗虫的数量与日俱增 普通蝗虫在成长中 实力获得提升 进入净化阶段 目前净化速度最快的一只蝗虫 已经净化到了完全梯 选择的净化路线为恢复强化 这条路线净化起来最为容易 惹得不少蝗虫在净化过程中 不自觉地选择这一条净化路线 虽说如此一来 卷族的平均实力提升速度加快 但这种情况并不符合寒武的预计 它要的是全面发展 走恢复路线强化的蝗虫多了 初期所造成的影响不大 但后期会导致寒武整个神域的综合实力衰弱 为此 寒武只能对净化路线的选择做出调整 十条路线进行比例划分 每条暂定为10% 如此规划 前期或许会让寒武卷族的提升力度减慢 可一旦发展起来 必将负责万代 正当寒武更加细致的研究卷族培育时 义变之源以意念向寒武传递来信息 再提 我整了的好东西 你快来看看 义变之源神秘道 寒武清楚义变之源的性格 没有重大研究成果的话 他不会主动叫寒武去观看 现在叫寒武过去 肯定是研究结果很惊人 所以 寒武当即便放下了所有事情 赶到义变之源实验室 查看情况 来到义变之源所在 义变之源的助手钥匙男 递给了寒武一个桶 寒武有些不理解 给他桶做什么 寒武拿着桶 进入到义变之源所在的实验室内 一进门就看到两个赤身裸体的人形 在做着不可描述之事 凑近一看 特么的竟然是两个皇胜君 寒武当场就吐了 全吐在了桶里 他发誓 下次义变之源再让他看这种东西 他会一巴掌狠狠拍在义变之源的脸上 即便义变之源的那张脸 和他一模一样 你在搞什么 寒武跑出实验室 吐得干净后 才向着义变之源质问道 他看过尸山血海 闻过尸体重度腐烂的气味 可都没有刚才那个场面 让他由衷地感到恶心 义变之源却依旧难掩自己的兴奋 再提你没看到吗 我在创造生命的奇迹 义变之源激动道 生命的奇迹 你他妈是认真的吗 寒武已经有想要打人的冲动了 自己抱着这么大的期待过来 义变之源让他看这个 合适吗 义变之源这才解释道 再提 你听我解释 这两个实验体 是我在天堂岛抓到的 经过研究之后 我发现他们的身体结构 和原本相比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寒武顿时集中起注意力 问道 什么变化 再提你应该知道罗子吧 这种生命体 是由马和驴两种不同的物种交配而成 罗子兼具两种物种的优势 但却无法生育 义变之源解释道 继续说下去 寒武没听明白 但他知道 义变之源会给他讲清楚 天堂岛出现的黄胜君 就是那头罗子 当然 这只是个比喻 他每一具身体都被定格了 不具有生育力 不会提升 甚至无法做到 拥有健全的记忆 有的只是媲美小世界级的战斗力 但却不具备小世界级生命体 该有的法环和小事件 一变之源越解释 就越兴奋 你还不明白吗 这已经可以称其为一种新型物种了 所以我在研究 如何让这个物种延续下去 于是我改良了两个实验体的基因 一个定义为雄性 一个定义为雌性 并且以病毒蠕虫 来引导它们进行繁殖 目前数据表示 我的实验很成功 一旦实验体雌性成功育育出新的生命 那就表明这个种族能够延续 韩武有些不明白 提出自己的疑惑 那新生儿会具备什么特点 目前还不确定 但根据V的数据测算 新生儿顺利出生的概率为75% 是罗子的概率为100% 但新生儿会继承黄胜君的实力特性 随着身体成长 实力快速提升 长到22岁就能够达到小世界级的实力 虽然依旧不会产生法环和小事件 但他作为一个个体而言足够强大 并且还可以和其他同族成员 建立意识连接 实现100%的气势同步 从而释放出强大的军事法门攻击 韩武通过异变之源的解说 有些明白了异变之源为何兴奋 一个只需要在神域里培养22天 就能够达到小世界级实力的卷足 没有法环和小世界 但能够释放强力的军事法门 这是什么 这是妥妥的王诈 试问整个神域文明 谁能够在22天里 培育出一个拥有小世界级的生命体 怕是拥有无数钱财的财富神王赵子红 用钱砸都做不到 而现在 异变之源有极大概率可以做到 但韩武还有一个疑惑 新生儿是罗子这件事 你又怎么解决 罗子就是只能干活 而不能生育的性别 这个好办 我已经掌握了相关技术 完全可以消耗些资源 大批量产出相关药剂 来让新生儿在10岁之前 甚至可以更早的时候 就确定性别 不会影响到繁殖 异变之源拍着胸脯表示 异变之源所说的预测若是能够完全实现 对韩武而言确实很有吸引力 韩武可是亲自和一支千人黄胜军团队战斗过 能够理解黄胜军的难缠 见韩武情绪缓和下来 异变之源才继续说道 这相对于已知眷族而言 完全属于一个全新的种族 在体不如你来给他们命个名吧 韩武思索再三 觉得最好还是纪念一下黄胜军 在这一过程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要不就叫做圣君族吧 异变之源没有意见的点点头 就听再提的叫圣君族 韩武随即又提出一个意见 你在改变基因的时候 能不能把两种性别的圣君族 进行区分一下 他们两个都一样 看起来总觉得有些怪怪的 异变之源爽快地回答道 没问题 这些都是小事情 只要再提你提供足够的资源 一切都可以尝试 韩武算是听明白了 异变之源让他来看实验结果是图啥 就是想着让韩武多给他些投入 要多少 韩武询问道 为了支持异变之源的研究 韩武平时人力物力没少投入 不多 一千万神性足够让我研究 完圣君族的全部特征 异变之源说道 听到一千万神性的时候 韩武只觉得干颤 他虽然收入颇丰 但也经不住异变之源这么划 不过一想到日后 或许会拥有一支 由圣君族所组成的军团 韩武又觉得 这笔神性花得值 神性会给你 尽快给我弄出成果来 韩武咬咬牙 说道 第955章 江武万变 从异变之源那里回来 韩武感觉脑袋都是晕乎乎的 异变之源的研究 确实太过于惊世骇俗 以至于韩武隐隐觉得 当初神和文明选择将它封禁 完全是出于自保 若是让异变之源 将自己的理念 在神和文明发扬光大 那神和文明 或许在实力方面 会获得突飞猛进的成长 但名声绝对会一落千丈 成为众多 以致文明共同讨伐的对象 甩甩头 韩武不再想异变之源的研究实验 进入闭关空间内 专心致志来领悟功法 提升真武神权 在闭关空间中 韩武以及一众身外化身领悟三十年 消耗了一百二十万神性 终将真武神权的开发度 提升到了百分之一百 从此以后 韩武大可使用真武神权的效果 真武神体 让身体素质在瞬息间获得巨大提升 同时 韩武的昆蓬神功 也随着真武神权的完全领悟 以及融合能力将多种秘籍 融入到昆蓬神功之内 使得昆蓬神功产生了质的飞跃 它不再属于一个残偏功法 而是一个强大的融合功法 韩武将其命名为 金吞大法 金吞大法一发动 韩武能够将方圆千里内 空气中所游离的真气 全部吸收 这个时候 若是配合上转化神权的能量守恒效果 就可以将这些真气 直接转换为 韩武所需要的能量 总的来说 算是一种极具效率的能量回复方式 韩武对此非常满意 真武神权被完全开发后 韩武又没有晋升为 真武神权的打算 所以 他便吸收了 自己通过生命献祭获得的小神权 百变 百变神权 镶嵌在江武567变能力上 二者本就功能相仿 当完成嵌入后 百变神权和江武567变能力 果然如韩武所料一般 呈现出极强的契合性 百变神权的开发度 直接暴涨至50% 同时韩武感知到 江武567变 获得巨大的提升 直接升华为江武万变 静下心来 细细感知江武万变能力的特征 韩武对其有了完全的了解 百变神权能够通过吸收 其他种族的血液 来实现变身 而江武万变 则是能够将这个变身 完整地保存下来 并且还可以将一些 适合的武器装备 融入变身中 从而使得韩武在变身后 不至于两手空空 身无寸驴 这两个全能凑一块 有什么用呢 韩武思索片刻 脑海中冒出一个想法 他当即向一变之源 讨要了一滴圣君族的血液 服用后 韩武果不其然地 获得了黄圣君变身 随后 韩武以创造神职 消耗神力 创造出一套黑衣人守卫的装束 给自己穿上 如此一来 韩武简直比黄圣君 更像黄圣君 韩武还特地叫来自己的卷族 对自己变身后进行改制 结果卷族们 差点把他当成真正的黄圣君 而大打出手 好在即便是韩武形态改变 气息改变 甚至连灵魂波动都随之改变 唯一不变的就是 他和卷族之间的羁绊 也就是信仰之线 韩武的卷族 可以通过信仰之线 来确定韩武是否为真 可外面的人就没办法了 如此一来 韩武觉得自己 完全可以充当一名黑衣人守卫 去光明阵营转转 兴许还能获得些意外收获 正当韩武有这个念头时 贾贵的视频申请传来 韩武接通视频 就发现贾贵周围黑漆漆的 似乎还有滴水声 贾贵很是慌张 韩武兄弟 你快来救救我 我被光明阵营的成员 困在一座山洞里 他们现在 要放烟把我熏死 韩武大惊 你具体位置在哪 究竟做了什么 才引起光明阵营 要拿烟熏死你 话还没问完 贾贵的视频通话断了 显然是被截断了信号 韩武果断向孙庆年 发送视频申请 询问具体缘由 孙庆年被问候 让韩武稍等片刻 他去打探一下 没过几分钟 孙庆年就回到 事情已经搞清楚了 今天是光明之女爱琳娜 和黑暗圣子安语念的 婚礼的前一天 贾贵偷偷溜进了 光明阵营 然后找到了 黑暗圣子安语念 趁着安语念没发现他 偷袭了安语念十多刀 刀刀捅在腰子上 刀子上还涂了 某种灵魂毒素 传回来的消息表明 安语念即便有 光明阵营的治疗师 为他恢复伤势 在灵魂毒素的影响下 怕是这辈子 也不能人道了 韩武听后 顿觉着消息炸裂 爱情果然让人疯狂 贾贵那么胆小的人 为了爱情 居然敢直奔 光明阵营大本营 不过 让韩武有些想不明白的是 贾贵既然要做 为什么不做绝 直接把安语念给宰了 岂不一劳永逸 可随后 韩武站在贾贵的角度 想了好久 才明白贾贵的思路 他就是要让安语念活着 让安语念成为 所有想要迎娶 光明之女爱琳娜的 男人的前车之剑 这样的话 就没人敢娶 光明之女爱琳娜了 想通这一点的韩武 当即拍手 赞叹贾贵 思路够刁钻 只是现在 贾贵被光明阵营的成员们追杀 危在旦夕 该如何拯救 听贾贵的意思 他的藏身之地范围内 应该下了隔绝空间 以及阻绝信号的禁止 或者结界 正当韩武准备起身去找寻之时 孙庆年那边又传回消息 贾贵跑了 光明阵营成员 闯入贾贵藏身的山洞 只发现了一个现挖的 不知通向何处的大洞 目前光明阵营的成员 正在探查大洞挖向河地 并推测贾贾贵 就是从洞里逃走的 韩武听后 不禁竖起大拇指 赞叹贾贵的逃生方法真多 这都能够逃得了 随后 韩武就收到了贾贵发来的消息 他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 让韩武飙过来了 接下来 他准备藏身于光明阵营内 时刻向光明之女 爱琳娜表明爱意 直到爱琳娜接受她 韩武挂断通话的时候 心里都在感叹 贾贵将会成为光明之女 爱琳娜一生都无法摆脱的噩梦 爱琳娜同学 能被贾贵看上 你可遭老贼了 韩武不禁调侃道 经此一闹 韩武暂时放弃了 去光明阵营溜翼遭的想法 光明阵营有贾贵在 就已经够让光明神王烦心了 第956章 死亡神王的任务 贾贵有隐秘神权 虽然没有开发至100% 但韩武觉得 那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隐秘神权的作用下 贾贵不至于被光明阵营的人发现 而且 以贾贵狗狗碎碎的性格 与其担心贾贵 韩武还不如担心爱琳娜 韩武现在只好奇 贾贵在得到了孙庆年的青囊相授后 会在多长时间内 把爱琳娜拿下 而韩武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继续关注卷族的培养 争取早日将初始 就具有小千世界级 实力的神话泰坦巨人培育出来 那才是 他能够真正在神域文明站稳脚跟 不再受到任何阵营威胁打扰的根本 同时 韩武还要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 针对于神权的开发 时刻不能放下 当前 韩武上在开发的神权有两个 一个是屠杀神权 当前开发进度72% 另一个是小神权 百变 当前开发进度50% 屠杀神权需要大量屠杀生命 从而获得提升 这点需要韩武找准时机和目标 其不得 而百变神权相对来说 要容易一些 只需要吸收各种种族的血液 即可获得相应的变身 韩武已经在神域文明的交易网络上 进行采购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到货 一些珍惜生命体的血液很难得到 韩武则是登陆财富阵营后台 通过自己的权限进行采购 相信凭借财富阵营的渠道 很快就能够回收到 如此一来 韩武现在该头疼的是 两个神权开发完毕后 该从哪找寻其他神权的线索 他喜欢两个神权 但却并不打算成为这两个神权的神王 所以 韩武还需要吸收其他神权 来继续找寻其他神权 最终确定 自己最适合的神权为哪一个 反正他能力多 广撒网之下 找到最合适的神权几率更大些 正当韩武思索 要不要寻个文明 进行入侵之际 他罕见地收到了 死亡神王的通话申请 韩武顿时无比激动 死亡神王 是他所知道的神域中 明面上实力最强的神王 按理说 能和死亡神王拉上关系 韩武高低 也得算是一步登天 可现实情况却是 自从他加入死亡阵营 担任神子后 就真的和没有这回事一样 韩武偶尔会给死亡神王 上供一些珍惜的材料 来维系一下 他和死亡神王之间的感情 却也很少得到死亡神王的青睐 上次似乎还是死亡神王 也觉得自己的做法说不过去 才交给了韩武摘星法门 并讲解了关于世界级的戏份之后 就很久没见了 韩武满怀激动地接通 死亡神王的通话申请 对面传来死亡神王的声音 最近有空吗 我需要你来做些事 没空就算了 有空 您在哪 我现在就去 韩武果断抓住机会 绝不让机会从自己眼前溜走 死亡神王再怎么说 也是神域文明明面上的最强者 帮他点小忙 多多少少获得些许指教 也够韩武当前用一阵子了 死亡神王没再多言 向韩武发来一个坐标 韩武当即便锁定坐标 通过血腥竞技场的传送门 传送了过去 经过三分钟的传送 韩武成功降临到了坐标位置 那里是一颗死寂的星球 韩武放开感知 在这个星球之上 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生命体 就好像这个星球也死了一样 这时 韩武耳旁传来一声呼唤 过来 韩武马上寻着声音 赶了过去 很快就找到了死亡神王 多日不见 死亡神王还是老样子 此刻在死亡神王身边 还存在着四道身影 韩武偷偷用感知来探查 结果却令他一阵心惊 因为他探查到 死亡神王身边这四道身影 竟然和死亡神王气息完全相同 就好像这里存在着五名死亡神王 你的实力提升很快 长进很大 死亡神王突然开口道 多谢死亡陛下夸奖 韩武额头冒着冷汗说道 随着韩武的提升 他越发感觉到 死亡神王的可怕与恐怖 他甚至开始怀疑 当初跟随他一块去帝都学院 对抗十三太保的死亡神王 究竟是死亡神王本体 还是死亡神王的一个分身 本来还担心你是否合适 现在看到你的实力 你有资格接受我的任务 死亡神王终于说到正事了 最近神域文明里纷争四起 我已知晓 有不少势力都在蠢蠢欲动 战争阵营 毁灭一族 还有光明阵营暗地里 已经勾结在了一起 等他们吸收掉黑暗阵营的收获 下一步极可能就要勾结生命阵营 来对抗我 死亡神王沉生道 韩武万万没想到 死亡神王竟然将神域文明的格局 看得如此透彻 我根据死亡演化 已经推测出了黑暗神王陨落的真相 为了预防这点 我需要你去白魂文明 寻找一件宝贝 死亡神王说明自己的意图 韩武表情严肃起来 我必定完成死亡陛下的交代 死亡陛下 我其实有些好奇 黑暗神王何其强大 他究竟是为何突然陨落 面对韩武的问题 死亡神王也没有隐瞒 黑暗的死除了光明的攻击之外 起到关键作用的是 毁灭一族 他们拥有一件毁灭神王遗留下的宝贝 对任何生命体 都拥有99%的斩杀率 才会一举将黑暗击杀 听到这解释 韩武目瞪口呆 99%的斩杀率 这和插标卖手有什么区别 他毁灭神职附带的神术 鬼头闸也才25%的斩杀率 而且使用起来消耗巨大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韩武坚决不会使用 同时 他又很不解 毁灭一族有这好东西 为什么不早拿出来 早拿出来 神域文明的神王 有哪个敢不服他 死亡神王似乎看出了韩武的想法 补充一句 那件宝贝使用有限制 而且使用次数有限 否则毁灭一族 也不会低调这么久 韩武这才算明白 不是毁灭一族不张扬 而是条件不允许 细想下来 如果那东西 真的能无条件使用 韩武估计在拒绝毁灭一族 提出的 交出巨人徽章条件时候 就被嘎了 明白这一点后 韩武当即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必须为死亡神王 找到那件 足以抵抗99%斩杀率的宝贝 如果多的话 自己也留一件 以防万一 第957章 降临白魂文明 带着死亡神王的任务 韩武拿到了一张 通往白魂文明的通行证 与他一块同行的还有一人 正是站在死亡神王身侧的身影之一 韩武经过询问后才知晓 此人的身份 果然和死亡神王有关 他是死亡神王的四大法相之一 死记 死记法相 是死亡神王以死记神权 结合自身的能力 所培育出来的法相 路上 死记法相向韩武讲述了 关于神权提升方面的知识 在晋升主神之际 所领悟到的东西叫神权雏形 那只是神权的一种初始形态 需要开发 才能够成长 并达到100% 在成长过程中 神权所拥有的初始效果 会逐步提升 直到达到100% 神权的第一个初始效果 就算完成了 这时 神明可以选择晋升神王 又或者是不晋升神王 晋升神王的话 拥有了第一个效果的神权 就可以继续开发 继而开发出第二个效果 第三个效果 乃至更多效果 但若是选择不晋升神王的话 当前神权就会失去继续开发可能 拥有者需要融合其他神权来 重复开发神权的过程 直到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神权 这便是神权的提升进程 死亡神王提升的过程中 也并非一帆风顺 第一个神权雏形 就领悟到死亡神权 而是经过多次融合其他神权 才最终找到死亡神权 并经过漫长的开发过程之后 才晋升为死亡神王 寒武听后 点点头 他也见过不少强者 他在主神巅峰 拒绝晋升神王 为的就是 找到一个更加合适 更加强大的神权 这样日后所晋升的神王 实力才会更加强大 他现在走的也是这条路 除此之外 死记法相还给寒武讲了些许 关于白魂文明的情况 白魂文明 是一个很古老的文明 该文明的世界意志 名为黄金意志 据说最强盛的时候 不次于现在的神域文明 可没有任何一个文明 能永垂不朽白魂文明 在最终之王林格雷陨落之后 再无一人能够登上 黄金意志王座 白魂文明也因此衰落下来 潜入白魂文明之前 寒武还向死记法相 询问了关于 白魂文明法则的情况 死记法相也对此做出解释 首先 白魂文明法则 只接受自由的灵魂进入 也就是不接受卷族进入 直接打消了寒武 想要派遣卷族横推的想法 其次 白魂文明会封禁 进入者所有的全能 技能等力量 但这并非完全封印 进入者可以接受 黄金意志的引导 通过获得形态之力 来将自己的全能取回来 最后 白魂文明的黄金意志 公平地给予任何一个 生命体成王的机会 不论是本土土著 亦或者外遇生命体 只要能够通过他的考验 就可以登上黄金意志王座 成为白魂文明的王 寒武听了死记法相 所有的讲解后 才撕碎通行证 进入白魂文明 下一刻 寒武降临于白魂文明内 如死记法相所说 他的一切全能 技能 神权等东西 尽数被封印了 但这封印 也不是完全封印 是可以解开的 只不过 寒武需要通过一些媒介 来让全能有所依附 死记法相 也随他降临到了白魂文明 他属于死亡神王灵魂的一部分 算是自由灵魂 但因为身体结构原因 死记法相 无法和寒武一样 以生命体的形式存在 只能化作一道意识 充当寒武的指引者 还没等寒武适应当前的形态 死记法相 就向着寒武传递信息 他已经沟通了黄金意志 结合黄金法则和形态之力 为寒武整出了一个面板 打开面板 寒武能够看到 自己当前的状态 他现在的状态 被称为初始状态 即一无所有 所展现出来的面板上 只有六个空槽 寒武需要凑齐六样材料 或者是装备 才能够度过初始状态 激活形态之力 寒武很快地 就接受了这一法则 死记法相 则向寒武讲解 白魂文明相关的信息 寒武度过初始状态 所需要的第一步 就是猎杀生命体 在黄金意志的规则下 任何生命体死亡后 其力量精华 会凝聚成各种材料 装备 亦或者白魂文明的货币 白魂币 寒武接受死记法相的指引 开始向外搜索 很快 他便发现了几头弱小的史莱姆 史莱姆宛若果冻 看起来就像是软柿子 而恰巧寒武 现在也是一无所有的状态 于是 他决定就先对眼前 这些史莱姆下手 运足器里 寒武一个剑步冲上 对准史莱姆就是一拳 成人的力量 加上加速度 一击便将一头史莱姆打爆 透明棉绸的枝叶 见了寒武一身 但他没有空去擦拭 而是继续对其他史莱姆发起攻击 一分钟过后 周围八头史莱姆 尽数被打爆 身体化作光滑 地上留下他们力量精华所凝聚的材料 寒武将其一一捡起 得到了三白魂币 一根零级木棒 一件零级破烂的棉衣 还有三块拇指大小的零级 冰晶石零级木棒 加入到空槽内后 能够给位寒武充当武器 并为寒武提供力量加一 攻击加一 零级棉衣加入到空槽内后 能给寒武带来些许温暖 并提供防御加一 零级冰晶石的作用 是明刻冰属性技能 但技能威力不能太强 否则会把零级冰晶石撑爆 而技能的来源 就是寒武被零石封禁的权能 寒武需要花费些许白魂币 来将冰属性技能 明刻到零级冰晶石上 然后将零级冰晶石 加入到空槽内 如此一来 寒武就能够正常的使用技能了 出入白魂文明 寒武也没有太多可挑剔的 他将零级木棒 和零级破烂的棉衣装备 然后又花完三个白魂币 在一枚零级冰晶石上 明刻下一个自己所领悟过 却从未使用过的秘笈 名为寒冰真气 其作用当前 只能是为武器附着冰属性 从而让武器获得攻击加一 和冰加一的特性 条件有限 寒武也没有可挑剔的 他完成对自己的强化后 继续向前搜寻 他必须要找到 比史莱姆更强的生命体 来尽快增强自己的实力 第958章 零级包牙兔王套装 在死记法相的引导下 寒武很快就找到了 一种新的生命体作为目标 这种生命体叫做小矮人 平均身高只有不到80厘米 比正经的矮人足矮很多 因为身体矮小 各种能力都很弱小 但总体实力 要比史莱姆强得多 寒武轮着木棍上去 对着小矮人 就是一通狂轮 他比寻常成年人 都要强的力气 对于这群小矮人来说 无异于神力 以下一个 寒武很快将这群小矮人 统统解决 小矮人的尸体 化作光滑消散 地上留下小矮人生命 所凝结出的产物 其中的白魂壁 寒武毒药 各种类型的材料 寒武也收集起来 唯有装备 寒武并不是很看得上 这些小矮人的 所遗留下的产物 寒武在里面挑挑剪剪 也就只剪出一条项链 勉强能用 能给他带来精神加一的属性 将项链放入六个空槽之一 寒武只觉得脑袋清明许多 并且释放技能 寒冰蒸气的时候 速度快了一丝 身为一个强者 虽然现在实力被封印 但寒武对于各种状态的 分析能力还在 他完全能够通过 自己身体的情况 分析出属性 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解决完一堆小矮人后 死记法枪又给寒武 找到了另外一波生命体 是一群包牙兔 寒武通过击杀这些包牙兔 获得了几件灵级皮甲装备 防御力要比灵级破烂的棉衣要高 寒武当即就将这几件皮甲装备换上 六个空槽被填满 寒武的面板上 浮现出他现在的数据数值 力量加一 精神加一 敏捷加一 攻击加三 防御加五 这便是五件装备 外加一个冰金石所带来的加成 在六个空槽被填满的时候 按照白魂文明的规则 寒武就可以趁机脱离初始状态 可寒武对当前的属性并不满意 通过对这些属性的分析 寒武对白魂文明的情况 又是更加确切地了解 以他现在的初始状态 只能装备灵级的装备和灵级材料金石 而灵级装备也是有好坏之分的 就比如寒武最先得到的灵级破烂的棉衣 与后面得到的灵级兔毛皮衣相比 保温方面差不少 同时属性提升方面也足足差了一倍 寒武虽然不是个强迫症 却也不能容忍两种装备能差出一倍的属性 所以他在六个空槽都装满以后 并没有急于脱离初始状态 而是专注于寻找品质更好的装备 况且周围包牙兔是真的很多 寒武提着棍子都快轮冒烟了 身边的各种材料积攒了一大堆 装备更是不计其数 但却始终没有几件能够让寒武满意的 直到他看到了一只体型和成年哈士奇 有一拼的巨型包牙兔 这只包牙兔一看就不寻常 别的兔子一身绒毛 看起来十分可爱 和这头巨型包牙兔却是全身剑子肉块 毛也不为何都掉光了 那肌肉线条妥妥的包牙兔界的施瓦心格 死记法乡在看到这头巨型包牙兔的时候都惊了 连忙通知寒武不要光顾着搭理那些 只能给他很小收获的包牙兔了 眼前这只才是正经八百的好货 如果将他抡死的话 很可能会爆出多件强大的装备来 寒武心领神会 轮起棍子就开干 其料这巨型包牙兔的肌肉十分结实 寒武的攻击尽数被他以肌肉抵挡 甚至还跳起来 给寒武亲身表演了一个姿势标准的兔灯音 寒武胸膛被巨型包牙兔踹了一脚 身形如同被小轿车撞了一番 口鼻轻微出血 但这对于寒武来说 这还不算严重 他能够忍受 他果断发起自己所拥有的技能 寒冰真气 寒冰真气在木棒上凝结 化为一层坚固的冰层 将木棒包裹住 寒武抡起附带了攻击加翼 以及冰加翼特性的木棍 对着巨型包牙兔就是一棒子 这一棍 要比之前的沉重不少 并且附带着冰雪的力量 直接将巨型包牙兔给干蒙了 寒武趁势 对着巨型包牙兔的脑袋 多打了几棍子后 巨型包牙兔的脑袋 咔嚓一声碎炼 血液结着冰茶子 掉落在地上 好久才融化开来 巨型包牙兔的尸体 也在迅速化作光点消散 留下的是他所爆出的奖励 灵级包牙兔王套装 而且是六件套 正好能够将寒武 当前六个空槽填满 寒武也没犹豫 将空槽中 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取下来 把包牙兔王套装换上 顿时 他的属性发生巨大改变 力量加5 敏捷加5 防御加10 并且套装极其的情况下 还激活了一个被动技能 名为肌肉强壮肌肉 越强壮 力量越大 防御力越高 虽说属性提升的种类变小了 但整体数值获得了提升 寒武对此还算满意 当即按照死记法相的指引 成功度过了初始状态 初始状态过后 寒武的属性被定格为 力量加5 敏捷加5 防御加10 并且拥有一个被动技能 名叫肌肉强壮 这便是寒武度过初始状态后 被定格的属性 并且随着寒武度过出状态 寒武终于迎来了 白魂文明形态之力的真正阶段 他面前弹出一个新的面板 这一次 新的面板上存在着10个空槽 等待寒武来填充 寒武目光瞧着面板 向死记法相问道 如果我将这10个空槽填满 会怎样 死记法相回道 如果你能够将这10个空槽填满 你就可以获得异形态 不但实力会被定格到更强的状态 并且还能够获得 二形态所需要的空槽 寒武点点头 心里对白魂文明的法则 更加感兴趣 他心中力是 要尽自己所能提升自己 在白魂文明的实力 万一哪一天 自己成了白魂文明的王呢 第959章 空经石 初始状态完成 寒武继续搜寻新的生命体来猎杀 这时 死记法相提醒寒武 这片区域已经找不到 能够满足寒武要求的目标 他需要脱离这片区域 前往新的区域去战斗 寒武同意了死记法相的提醒 随即 死记法相为寒武提供了三个方向 这三个方向 为寒武提供了三种变强的趋势 方向一 走西南方 那里有存在着大量的铁脚牛 擅长力量 能够为寒武提供大量的力量方面的装备 方向二 走东北方 有个湖泊 一群黑鸭技术在那里 黑鸭奔跑速度很快 并且擅长水系技能攻击 很适合敏攻路线 方向三 走正西方 存在着一座山 山上有狼群 狼群的狼王名叫菲利斯 是周围有名的BOSS 当前拥有二形态 作为一个追求力强大力量的外来者 寒武要选 就选最难的力量 力量越难 收获越大 这是寒武在这些年入侵中所领悟到的真理 于是他头也不回地向着正西方奔去 敏捷加武的属性 让寒武的速度提升50% 并且让他在奔跑的时候 体力消耗更小些 没用一个小时 寒武来到了狼山 在寒武踏入狼山的第一瞬间 就有野狼从草丛里冲出 向着寒武发动私钥 寒武也不惯着这些野狼 抬起拳头就开轮 力量加武 让他的力气提升50% 近乎于是成年人力气的两倍 这一拳下去 野狼顿时被捶猛 摇头晃脑的原地跳disco 寒武顺势补上一拳 野狼被锤断脊椎 隐恨当场 寒武捡起野狼掉落的五白魂壁 扎扎嘴 这野狼暴力还行 击杀一头野狼的寒武 仿佛激怒了这座山 更多野狼从草丛窜出 对着寒武展开玩命一般的攻击 他们很有战略 在进攻的时候 先是一头发起进攻 在寒武疲于应对前者时 再有另一头野狼 从相反方向发起进攻 如此一来 寒武就处于两面夹击的状态 如果寒武无法从这一状态中 尽快摆脱出来 就会有更多的野狼冲上来 将两面夹击变为多面夹击 直到将寒武的身体 啃食殆尽 只是这些野狼 错误估计了寒武的防御力 防御加食的特性 可不是吹的 这近乎将寒武肉身防御力 一圈就是格勋挠痒 唯有撕咬 才能够对寒武起到几分伤害 但寒武的身手灵活 即便是被群狼包围 也在时刻提防着野狼的撕咬 用力旋转一圈 不少野狼被甩飞 寒武顺势按住一头野狼的头 邦邦邦 上去就是三拳 那头野狼脑袋直接被打爆 尸体也在缓慢化作光滑消散 如法炮制之下 几个来回来袭的野狼数量 就减了半 这时 一声狼嚎自一头 没有受过伤的野狼口中发出 紧接着 那些没死的野狼 也纷纷发出狼嚎 在寒武的眼皮底下 这些野狼身体发生变化 原本灰白色的皮毛上 带起了些许不一样颜色的杂毛 有的是绿色 有的是黄色 还有的是红色 死记法相适时提醒道 这些野狼已经进入到了异形态 你小心些 寒武这才意识到 什么叫异形态 异形态 完全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获得一次额外的变身提升 不过这些野狼的一形态 变身很弱 只是身上多了几缕杂毛罢了 寒武如此想着 再一次冲上 他的目标是一头 长了黄色杂毛的野狼 却怎料 这头野狼一反常态 不但没有和寒武纠缠 反而向后躲 口中隐隐有黄光闪烁 待寒武看清时 那团黄光 已然从这头黄色杂毛野狼的口中 喷吐出 砸向寒武 寒武反应迅猛 抬手间将其接住 居然是一块坚硬且沉重的石头 并且所携带的力道还不小 若是寒武再没防备的情况下 被这块飞石砸中 中招的部位 必定得死一块 如果是砸在寒武的胸口 他甚至得为此断上几根肋骨 有点意思 寒武顺手将石头 抛向那头黄色杂毛野狼 在力量加武的力道之下 石头砸在黄色杂毛野狼的身上 直接将它砸倒在地 口吐鲜血 寒武一个箭步冲上 抬脚直接将黄色杂毛野狼猜死 又是一番战斗 所有异形态野狼被寒武所击杀 他有时间来收集战利品 普通野狼掉落的物品大多普通 其中材料和装备大多是零级 少数为一级 平均掉落的白魂壁也只有五至八个 而那些进入异形态的野狼被杀死后 掉落的材料和装备大多是一级 哪怕是掉落白魂壁 也有十至十五个寒武 从中挑选出来的四件一级装备 塞入空槽中 随后又从一级材料中 挑选了一块一级火晶石 和一块一级木晶石 一级火晶石上 花费二十五白魂壁 明刻技能 火焰掌 发动时能够让攻击加三 火加二 一级木晶石上 花费三十白魂壁 明刻技能 缓慢愈合 发动后 能够加速自身伤势恢复 并且获得体质加三的零食状态 除此之外 在所获得的材料中 韩武还发现了一件特殊材料 名为 一级空晶石 一级空晶石 同样可以放入空槽中 但它的作用 和一级火晶石 和一级木晶石 有所不同 它的作用 是用来存放 体积不超过一立方米的任意物品 可以用来盛放些野果 水之类 来随时补充体力 它觉得 用空晶石来盛放食物 多少有些大材小用 于是它开始感知 空晶石 是否可以用来存放 它神域内的物品 而得到的结果 竟然是可以 韩武第一个念头 就想起了自己的分解机 分解机可是一件 非常强力的好宝贝 能够帮助自己 将一些品质低的材料 和装备进行分解 形成纯粹的能量金块 就是不知道 将其挪移到白魂闻明 会是何种效果 韩武进行尝试 结果还真就成功了 可因为一级空晶石内的空间 过于狭小 在盛放了分解机后 只剩下0 008立方米的空间 给韩武用来投入 所需要的分解材料 0 008立方米的空间很小 也就是20厘米剑方那么大 如此小的空间 韩武只能挑一些 体积小的装备 投入分解机中 进行分解 看看能够分解出 什么好东西来 一把零级短刀 投入分解机 分解机开始运转 10秒钟后 掉出一颗透明的小金块 韩武拿起透明小金块 顿时就感觉出 他和平日里 自己在神域中 所分解出来的金块不同 死机法相当即 对这枚透明小金块 进行更加细致的探查 后得出结论 这颗透明小金块中 蕴含着神秘且纯粹的能量 很适合用来打造武器 或者用来给 无属性的武器提升品质 不过现在韩武身处荒郊野外 就算韩武在长时间的学习中 懂得一点点铁匠的技巧 也会因为没有合适的设备 而无法对武器进行强化 他只能先将透明小金块 和其他材料装在一起 留着以后再说 第960章 异形态 孤狼战士 狼山野狼的减少 被狼王菲利斯所感知到 他是这个狼群的王 是这座山的主人 有人猎杀他的子民 侵占他的土地 必将要承受他的愤怒 对着天空 狼王菲利斯 发出一声穿透力极强的嚎叫 漫山遍野 无论野狼在干什么 他们都纷纷跟随着发出嚎叫 这是对狼王的追随 也是狼王对他们的爱 在一声声嚎叫声中 不少野狼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 他们从初始状态 提升到了异形态 韩武还在向上攀登 听到狼嚎声 他已然意识到 情况开始不对劲起来 整座狼山 犹如沉睡的孤狼苏醒 空气中都充斥着杀气 韩武身体肌肉 下意识紧绷起来 这种紧张感令他有些怀念 战斗之意 熊熊燃烧 明知山有狼 偏向狼山行 韩武继续向前踏进 在他周围 所有感知到他气息的野狼 纷纷出动 其中有保持着 初始状态的野狼 还有进入异形态的杂毛野狼 二者实力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但感知都相当敏锐 韩武此刻身上 穿戴着四件装备 并且还拥有两个技能 和之前相比实力提升明显 他先是给自己套上一层技能 缓慢恢复 但能够恢复伤口的同时 还可以为他临时提供耐力加三的属性 随后 韩武双手燃烧起火焰 正是他所铭刻的技能 火焰掌 火焰掌能够让韩武的攻击加三 火加二 火对于这些带有皮毛生命体来说 绝对是极为要命的打击 但仇恨让野狼不顾生死 疯狂冲下 韩武不紧不慢 迎面上 双掌飞舞间火浪翻转 将不少野狼的皮毛点燃 火光中 不少野狼被韩武所消灭 他们掉落的材料和装备 被韩武捡起 查看属性 合适的就放入到还剩下的三个空槽中 不合适的就塞进空精石内 直接由分解机分解 很快 韩武就凑到了剩下三个空槽的装备 分别是一级狼剑 一个攻击加二 另一个火加二 还有一条一级项链 附带属性为力量加二 攻击加二 防御加二 还有一把一级狼牙匕首 附带属性为攻击加十 有这么多属性加十下 韩武的攻击属性 轻松达到加二十一的高度 防御也不低 足足有加十八 狼王菲利斯感受到子民的减少 逐步确定了韩武的方位 为了保护族人 他直接朝着韩武所在来袭 一头巨狼从高山上冲下 带着灵力之势 很快就发现了浑身是血的韩武 韩武身上的血液 大部分是野狼的 少部分是他自己的 并且随着技能 缓慢恢复的作用 他的伤势在逐渐恢复 伤口缓慢愈合 二者见面 剑拔弩张 狼王菲利斯为韩武杀死他那么多子民 感到愤怒 而韩武则是因为 狼王菲利斯耐狗为他提供更好的装备和材料 感到兴奋 双方一个眼神交错便明白 接下来 二者只有一个能够活着离开 下一瞬 二者站到一起 狼王菲利斯的爪子狠狠拍在韩武的身上 韩武手中的匕首 也顺势刺向狼王菲利斯的后背 并且韩武还非常不讲武德的 用另一只手释放技能 火焰掌 火焰掌的威力随着攻击的提升 而增强不少 并且拥有火属性加持 火加四带来的火焰 引燃狼王菲利斯的皮毛 并持续不断地给狼王菲利斯造成持续伤害对此 狼王菲利斯狼嚎一声 身上迸发出一股气势 他激活了自己的二形态 孤狼 孤狼形态下 狼王菲利斯浑身毛皮变为黑色 速度和力量翻倍 爪子暴涨三寸 挥舞起来如同两排小钢刀 韩武一个没留意 被抓了一下 比牛皮还要坚韧的皮肤上出现竖刀口子 好在缓慢恢复状态还在 这些口子在缓慢恢复作用下 先是止血 随后缓慢愈合 对韩武影响并不大 却让韩武升起了警惕之心 狼王菲利斯是他在白魂文明所遇到的 第一个拥有二形态的存在 他必须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与之对战 结果一番交锋后 韩武深刻意识到 单论属性的话 自己目前还不是狼王菲利斯的对手 想要战胜狼王菲利斯 一击必杀做不到 只剩下慢慢耗死这一条路 没办法的韩武 为了自己尽快提升实力 也只能这么干了 他不在正面回应狼王菲利斯的攻击 总是闪避 并且时不时释放一道火焰掌 来灼烧狼王菲利斯身上的皮毛 火焰灼烧带来持续性的伤害 菲利斯每行动一步 都会导致烧伤的伤口裂开 剧烈的疼痛 让狼王菲利斯逐步发狂 可发狂却无法给他带来任何好处 他依旧在韩武丰富的战斗经验中 无法命中 战斗持续三个小时 狼王菲利斯终于不堪身上的重伤 扑通一声倒地死亡 他的身体化作光滑消散 原地掉落了三件闪烁着光芒的宝贝 韩武赶忙上前 将三件宝贝抄起 第一件是一套二级勾招 敏捷加5 力量加8 附带技能 疯狂撕裂 装备很好 但遗憾的是 韩武目前还只是在意形态 无法用上 第二件是一件闪烁着金色光滑的金石 名为一级天金石 作用是可以加在韩武的一个全能 韩武眼中一喜 他被封印的力量中 有大量全能 神指等强大力量 奈何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解封办法 正发愁 结果就来了一级天金石 这下 韩武终于能够 以白魂文明形态之力的方式 解封一向自己的力量了 在此之前 韩武先看第三件宝贝 形状上看是一块狼的头骨 韩武本以为这是一件装备 可经过死记法相的探查之后 才确定这并非装备 而是一份传承 其名为 异形态 孤狼战士 当飞狼族获得这份传承后 可以根据上面的记载 加在装备和金石 就能够令自己 获得一个强大的异形态 韩武起初表示不屑 一份异形态传承 能有多强 他凭着现在的 没有后坠名的异形态 还不是杀了 拥有二形态的狼王菲利斯 可随着死记法相 将传承的具体信息 展示到韩武眼前 韩武桥界上面标注的 力量加武林 敏捷加武林 攻击加武林 防御加武林的强大属性 还有两个技能 一个是变身狼人 另一个是粉碎力爪 变身狼人 能够让韩武暂时化身为狼人 变身期间 当前属性翻倍 粉碎力爪 则能够让攻击再加武林 种种强力属性 让韩武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不就是异形态的传承吗 用必须用 谁不让他用 他跟谁挤 第961章 加在融合能力 搜遍整个狼山 韩武才好不容易将异形态 孤狼战士所需要的装备 和材料凑齐 将这份传承吸收 韩武总算是完成了 自己的异形态 拥有一形态的韩武 并没有直接变成狼人模样 而是依旧保持着人类状态 即便如此 他的属性也获得了巨大加持 不动用任何技能 和改变形态的情况下 韩武的初始属性达到了 力量加55 敏捷加55 攻击加50 防御加60的程度 一旦进入到异形态 孤狼战士 他的属性还会翻倍 拥有如此强大的属性 在结合狼人变身和粉碎力爪 韩武觉得自己的实力 应该要比一些没有后缀的二形态 乃至三形态的生命体 更加强大 完成异形态后 十个空槽可供韩武使用 并且每一个空槽存放材料 或者装备的上限提升到了二级 韩武当即就将击沙狼王后 所得到的二级勾肘 放入其中一个空槽内 这样的话 韩武初始实力又有所提升 存放分解机的空金石不能丢 先放进空槽里再用 等于到二级空金石 就给分解机换上 随后 韩武拿出一级天金石 这可代表着 他能解封的一个权能 意义非凡 他得好好考虑才对 思索一番后 韩武决定将融合能力融入其中 只因为融合能力 有着能够将材料或装备 进行融合 提升品质的作用 结果韩武就发现 融合能力和真武神权绑定 一级天金石 根本无法将二者完全容纳 如果强行塞入一级天金石 也不是不行 但效用会被限定 只能够发挥出1%的作用 韩武颇为无奈 自己的权能 竟然还被卡脖子 可现在的他 无力和白魂文明的黄金意志谈条件 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1%就1%总比没有强 大不了以后 换上一块更高级的天金石 将鸣克了融合能力 和真武神权的一级天金石 塞入空槽 韩武顿时感觉全身一暖 这是真武神权所带来的庇护 让韩武综合属性提升10% 并且武道类技能威力 同样获得了10%的提升 总体来说 对于当前的韩武而言 非常实用 至于一级天金石内的融合能力 限定为1%的效用后 融合的速度会拖慢百倍 韩武专门拿来两颗一级火金石 进行融合 即便是拖慢了百倍 两颗一级火金石 也在10秒内完成了融合 变为一颗二级火金石 韩武顿时眼睛一亮 他好像找到了 能够提前使用强力技能的窍门 于是他继续对口袋中的 其他材料进行融合 很快 他手里就有了多块二级的 各种属性金石 韩武从中挑出几枚金石 将自己所领悟到的技能 鸣克入内 很快 韩武就得到了 四个更加强力的技能 技能 喷火掌 释放时能够喷吐出五米长的火蛇 攻击加八 火加八 技能 愈合 释放时能够加快身体伤口的愈合 并临时获得体质加五的属性 技能 顺踢 瞬间爆发出强力一踢 力量加五 攻击加五 技能 毒爪 带有毒素的爪击 需要相关装备 敏捷加六 毒加八 四个技能并不是韩武的极限 也不是他空槽的极限 而是他白魂壁的极限 明克玩这些技能后 他就只剩下了个位数的白魂壁 根本不足以支撑他 继续明克其他技能 而四个技能 也够他目前使用了 带着不错的心情 韩武向着山下走去 死记法乡已经为韩武提前探查了路线 向东南方向走 有一座人类的城池 韩武可以去这座城池里 尽心不及 韩武完全相信死记法乡的话 想着这东南方走去 路上还遇到了一只四人冒险者小队 这只冒险者小队 应该是来狼山猎杀野狼 从而获取材料和装备 只是他们来到狼山之后 没有发现一头野狼 带着十足的警惕之心 继续深入 依旧没遇到野狼 正当他们思索 究竟是怎么回事之际 便瞧见了韩武 顿时 这只冒险者小队 连忙摆起防御的架势 生怕韩武会对他们出手 韩武瞅了这只冒险者小队眼 那别角的防御姿态 在他看来到处都是破绽 可以说 韩武若是真的想杀他们 绝对用不了十秒钟 而且 以白魂闻名的法则 击杀任何生命体 都是会掉落材料或者装备 或者白魂壁的 但韩武并没有选择动手 无他 只是因为 眼前这些人实力太低了 在死记法相的感知下 四人连异形态都没有达到 韩武就算是将他们四个杀了 也榨不出油水来 所幸 韩武也懒得动手 直接掠过 而这四人见韩武没选择动手 神经放松了些 一名婴儿肥 法师装扮的女孩更是大胆地向韩武开口问道 请问 您知道为什么狼山没有野狼吗 经过死记法相的翻译 韩武听懂了女法师的问话 直接回道 因为所有的野狼都被我杀了 这句话 经过死记法相的翻译 传入这四人的耳中 顿时四人惊了 女法师更是张大嘴巴 手里的法杖都没拿稳 掉在地上 发出一声闷响 整个狼山的野狼都杀了 开玩笑的吧 这里至少也得有上千头野狼存在 野狼数量多不是重点 重点是狼王菲利斯占据着这里 他怎么可能会让人类屠杀他的子民 而不管不顾 他说杀了所有的野狼 里面是不是也包括着狼王菲利斯 因而肥女法师缓过神来后 说道 顿时 他的三名伙伴也被这言论所惊到 开始小声嘟闹 那岂不是说 刚才那个野人 那位强者至少也得拥有二形态 二形态的强者 我居然还怀疑他 我他妈真该死 现在裂风城里正组织人手 来抵抗死灵军团的入侵 你说咱们要不要邀请这名强者参战 要邀请 如果这位强者 真的能够斩杀狼王菲利斯的话 或许也能对抗拥有四形态的亡灵将军 而且为裂风城推荐这样一名人才 协会一定会对我们很多奖励 那还等什么 快去把他找回来 因而肥女法师急忙说道 第962章 裂风城 韩武本没打算和四名冒险者扯上关系 但四名冒险者说 他们有马车 可以送韩武去裂风城 韩武这才勉为其难地同意了 和他们一路前行 路上 四名冒险者说着 关于裂风城当前的情况 韩武虽然目光注视着他们 实际上却是在听死记法相传来的翻译 他得知 裂风城最近面临着一个王林将军入侵的危机 此刻裂风城正在筹备人手 建立防线 抵抗王林将军所率领的王林大军 对此 韩武并没有任何抵触心理 因为放在其他时候 他或许才是被提防的那个 本着只蹭车不谈感情的想法 韩武继续礼貌地听下去 直到听到婴儿肥女法师提及 城主会对表现最优秀的人进行奖励 可进入城主的宝库中 任选一件宝贝作为奖品 韩武才有些兴趣 他此次潜入白魂文明 主要目的是为了找寻死亡神王所提及的 能够抵抗99%斩杀绿的宝贝 万一城主的宝库里 就存有那件宝贝呢 这谁也说不准 所以 韩武当即做出决定 可以帮助裂风城 抵抗王林将军的入侵 听到韩武同意 四人顿时兴高采烈起来 就好像他们已经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一般 对此 韩武都懒得理会 坐在车上 闭目养神 很快 马车来到裂风城 四人带上韩武进入协会 表示韩武是名强者 斩杀了狼山上的狼王菲利斯 负责接待的协会管事震惊 急忙找到协会的副会长接待 副会长是个老油条 他看韩武年纪轻轻 觉得韩武不可能拥有那么强的实力 多半是欺世道明之辈 所以 对韩武的姿态很冷淡 并表示一切都要公事公办 即便韩武是强者 也需要先进行测试才行 韩武可没有把自己实力 展现给别人看的习惯 既然协会的副会长不相信他 那无所谓 反正到时候 他会去对抗亡灵将军 到时候 如果裂风城城主 以各种理由来搪塞不给奖励的话 韩武不介意 自己也搞上一次亡灵入侵 见韩武想要走 四名冒险者赶忙拉住他 他们可不想忙活半天 一点好处都没唠叨 好说歹说 协会副会长终于同意 可以小小地试验一下韩武的实力 于是他将韩武带到了协会的测试室 测试室内有一架炼金人偶 该炼金人偶可承受打击 通过打击的威力 来判断目标的实力 韩武只想走个过场 上前对着炼金人偶释放技能 顺踢 一脚下去 炼金人偶的铁皮身体上 被踢出一个大坑 这份爆发力 着实是将在场众人给看傻了 老油条副会长嘴里嘟囔着 炼金人偶身上可是百炼钢 能够踢出一个坑 攻击加力量至少得破百 而且速度竟然如此猛烈 就这破坏力 就是三形态的亡灵勇士 也扛不住一脚啊 随即 副会长带着谄媚的嘴脸上前 真是试镜试镜 没想到您真是一位强者 吴有刚才的失礼之处道歉 还望您能宽宏大量地原谅我 韩武懒得听副会长废话 转身就准备离开 副会长却像是跟屁虫一般 追着韩武走出来 这位强者 还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 从您刚才那一脚的风采 我能看出 您一定是一位实力极强的格斗家吧 不知道您现在达到了形态级 即便副会长的话 被死记法乡完全翻译 韩武依旧觉得过躁 正要动怒时 副会长突然提到 我其实是想为您准备一件合适的装备 您看你需要什么 协会会尽快为您安排 韩武顿时停下脚步 不得不说 抛开副会长话牢不谈 他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 韩武决定原谅他的冒犯 然后说道 我需要三件 能够增强火属性的二级手势 二级 副会长突然愣住 如果他没有听错的话 二级的手势 不是二形态才会用得着的装备吗 难道说 眼前这位强者才二形态 副会长看着韩武思索着 韩武则问道 有问题吗 副会长一时间拿不准韩武的实力 只能继续把韩武当强者看待 没问题 没问题 三件二级提升火属性的手势 很快就能够准备好 我们协会为您准备了客房 要不要找个侍女 来伺候您晚上休息 副会长保持着那副职业性的笑脸 不用 韩武接过副会长递过的钥匙 向外门外走去 副会长盯着韩武的背影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二形态就有如此强大吗 不应该啊 难道说 我是看走眼了 算了算了 只准备三件二级手势的话 也费不了多大的力气 若他是个草包 死在战场上 也不能怪我 韩武这边离开协会后 在街道上闲逛 他通过分解不用的装备和材料 积攒了大量的各色小晶体 现在准备找个铁匠铺 将这些小晶体 融入到自己的武器中 在死机法相的探查指路下 韩武很快就找到了一家铁匠铺 铁匠铺里 有个穿着皮围裙的牛头人 举着小锤 极其有节奏的敲打着一块铁胚 亡灵将军将至 战斗起来 肯定需要大量的武器 牛头人铁匠 还想着趁机能够捞上一笔 瞧见韩武进门 他赶忙放下手中的铁胚和小锤 带着一脸憨厚的笑容 上前询问道 尊贵的客人 您需要什么装备 我这里的装备 绝对货真价实 品质优秀 韩武抬头打亮了一眼 牛头人铁匠挂出的商品 懒得评价 就这手艺 也配说是品质优秀 放在他的神域中 随便指一个成年的赤卢矮人 当即晃动着大脑袋 表示不行 若是放在之前 有人借用也就算了 支付一些租金即可 可现在即将战争 牛头人铁匠 还指着自己打造出 更多的装备贩卖 自然不会借给别人 这时 死机法乡突然和韩武说道 我感知到了 他的铁矿石篮子里 有块好东西 或许对你有用 韩武当即就向铁矿石篮子看去 牛头人铁匠伸手阻拦 却被韩武一个过肩摔 将他牛角插在地上 费了半天力气才拔出来 自知打不过韩武的 牛头人铁匠 只能带着和体型 严重不服的委屈声 向外喊街上的巡逻队 快来人啊 有人抢我炉子 韩武对于 牛头人铁匠的叫喊 不管不顾 从铁矿石篮子中 挑出一块黑疙瘩 用力一捏 里面掉出一个 菱形的金属碎片 只有硬币大小 可重量却达到了1000克 韩武将其握在手中 就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力 在被他缓缓吸收 可见 这碎片绝对是件了不得的东西 第963章 晶体巨箭 当牛头人铁匠 呼喊巡逻队来铁匠铺的时候 韩武已经在进行打造 他从随手携带的小袋子里 取出一大块融合之后的透明晶体 经过火焰加热后 透明晶体质地开始发软 韩武手持锻造锤 一锤一锤敲下 在他的敲打下 透明晶体很快成型 韩武要打造的是一把巨箭 他对于巨箭的熟练度 要比其他武器都要高 这时 巡逻队进来 看到了打造中的韩武 老牛 就是他要抢你的炉子 巡逻队的卫兵 和牛头人铁匠认识 直接开口问道 牛头人铁匠 却抬手挡在卫兵的嘴巴前 别说话 让我再看一会儿 韩武这边不受任何影响 手中的锻造锤继续敲击 并且不时取出各色的晶体 将其融入到新打造的巨箭之内 敲打声叮叮当当 宛若交响乐般 听得牛头人铁匠如痴如醉 这绝对是矮人的手艺 我敢保证 这绝对是从矮人手里学到的 手艺牛头人铁匠 向巡逻队的卫兵狂呼道 巡逻队卫兵 见牛头人铁匠这副模样 也不再管这件事 退出铁匠铺 只留下牛头人铁匠 在一旁聚精会神地 看着韩武打造装备时 所使用的各种手法 看得如痴如醉 大概一个小时 韩武停下手中的锻造锤 取出那片从铁矿石框里 找到的菱形碎片 放入巨箭之内 随着菱形碎片确定位置 一道道脉络 在巨箭之上量起 那种吞噬生命的感觉 随着这些脉络 变得更加强劲 韩武这才拿起巨箭 满意地点点头 这把巨箭 他终于打造好了 牛头人铁匠 被韩武的手艺惊呆了 起初他只是认出 韩武的手艺来自于矮人 现在看来 矮人的手艺 是这把巨箭打造过程中 最不起眼的工艺 因为牛头人铁匠 完全看不懂 韩武后续的操作 将菱形碎片 融入巨箭之内 究竟用了什么手法 后面巨箭展现出脉络 又是什么手法 牛头人铁匠 感觉自己 打了这么多年的铁 简直打到了狗身上 竟然一点都认不出 韩武的工艺所属 我用完了 韩武说着 从袋子里 取出一颗二级火金石 作为使用了 铁匠炉子和工具的费用 牛头人铁匠 却赶忙冲上 前来阻止道 大师 大师 你来我店里打造装备 就是给我面子 费用就不用了 如果您非要给的话 我其实有个不情之情 我想要学习您打铁的 矮人手法 韩武瞥了牛头人铁匠一眼 似乎在说 这么简单的东西 还用让我教你 牛头人铁匠 顿时老脸一红 他刚才能够看出来 韩武所用是矮人的手艺 就已经用光了他 所有的剑士 他是真的没看出来 韩武在打造过程中的规律 韩武没理牛头人铁匠 放下二级火金时 就想要离开 这时候 牛头人突然道 大师 难道您就不想知道 你从铁矿石框里 捡到的那块碎片 是从哪来的吗 一句话 让韩武停住了脚步 那枚菱形碎片非常不凡 所以才会被韩武 融入到自己新打造的巨箭之内 若是有更多的菱形碎片融入的话 那韩武所打造的巨箭 将会更加强烈 所以 牛头人铁匠的消息 对韩武来说 算是很重要 告诉我 手法我就教你 韩武答应道 牛头人铁匠顿时就高兴了 咧着大嘴 呵呵傻笑 在韩武的指导下 牛头人铁匠 只用半小时 就掌握了矮人的打造技巧 凭借矮人技巧 打造出来的装备 品质要比牛头人铁匠 自己所打造出来的品质 更高一筹 学到了新方法的牛头人铁匠 兴奋地想要跳舞 韩武则适时提醒 牛头人铁匠要信守承诺 牛头人铁匠 连忙认真回答道 这些铁矿石 是我在裂峰城北边的矿坑里 开采出来的 矿石上能够发现一块碎片 说明那里 可能会有更多的碎片 韩武点点头 当即动身 前往裂峰城北边的矿坑很快 韩武来到矿坑内部 死记法乡 开始对周围的情况进行探查 很快 死记法乡就找到了不少碎片痕迹 韩武将这些碎片一一收回 拼出一把破碎的长剑 这把长剑剑身漆黑 似乎连光都能够吞噬 即便是碎裂成了数十块 但拼在一起的时候 依旧能够让韩武感觉到丝丝震撼 他在想 这把长剑在完好的时候 会是何等强大 至少也要九星神器的水准 不过现在说什么也来不及了 剑碎了就是碎了 修复废时废力 没有意义 所以 韩武将所有的碎片收起 开始一点一点地 融入自己新打造的晶体巨剑之内 随着整把长剑的所有碎片被完全吸收 晶体巨剑已经变为了纯黑 处处透露着圣人的气息 韩武拿着这把晶体巨剑 朝着旁边的一棵碗口粗的大树砍去 韩武没有用力 仅仅是划破了大树的一层树皮 可下一刻 大树就开始迅速枯萎 属于大树的生命力 以晶体巨剑为载体 涌入韩武的体内 这种感觉非常不错 就好像蒸桑拿一样舒服 让韩武都有些沉迷了 可随即 韩武清醒起来 自己绝不能沉迷于这种享乐中 容易迷失自我 如此看来 这把晶体巨剑 不但能够吸收目标的生命力 同时还能够给使用他的主人 带来反哺以及舒爽感 从而促使主人 能够因为迷恋这种感觉 而长期去猎杀他人 如此兴致 已经和魔剑无异了 但韩武并不会因此嫌弃晶体巨剑 晶体巨剑能变强 韩武自然也高兴 毕竟 这把巨剑属于他 如果某一天 他被这把晶体巨剑给魅惑了 怪就只能怪韩武自己 一直不够坚定 和这把晶体巨剑 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 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 似乎感受到了韩武的想法 晶体巨剑 居然主动停止了 吸收韩武生命力的操作 如此行为 让韩武意识到 晶体巨剑是有灵质的 又或许 这灵质来自碎片原本的气魂 但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韩武现在有了新武器 而且很牛的样子 所以韩武决定 放弃勾爪和技能 独爪 选择更加强力的技能 来搭配上晶体巨剑的档次 很快 韩武就有了决定 他选中了 已经很久不用的技能 鬼影闪 这个技能搭配上晶体巨剑 将会爆发出 更加强大的威力 不过 当前韩武没有白魂币 他只能将更换技能 和装备这件事 暂时搁浅 第964章 亡灵工程 因为晶体巨剑的等级太高 竟达到了9级 韩武无法将其收入空槽中 只能背在身上 同时 韩武也无法享受到 晶体巨剑所提供的属性增幅 只有挥舞晶体巨剑的资格 饶势如此 那也是相当可怕的 毕竟晶体巨剑很强 即便是 只靠晶体巨剑的材质 也足以造成极为严重的伤害 带着晶体巨剑 回到协会的房间 美美地休息了一晚上 第二天 韩武便被嘈杂声吵醒 协会副会长 疯狂拍打韩武的房门 韩武醒来 穿上衣服 背上晶体巨剑 走出门 副会长连忙将承诺的三剑 提升火属性的二级手势 交到韩武的手中 韩武将三剑二级手势 塞入空槽中 便感受到自己的火属性暴涨 直接翻到了之前的三倍 韩武满意地点点头 带路 协会副会长赶忙带着韩武 向城外赶去 这会儿 外面已经打得热火朝天 大量裂风城的冒险者 冲上战场 和对面的亡灵骷髅进行战斗 死记法相对这些亡灵军团 进行探查扫描 得出结论 这些亡灵中 除了四形态的亡灵将军 还有几分本事之外 其他都是垃圾 韩武很赞同死记法相的评价 他略微活动了 一下身体 便冲入了战场中 面对成群奔来的亡灵骷髅 韩武抬起双手 技能 喷火掌释放 15米长的火蛇喷出 将前方铺来的亡灵骷髅 直接烧成骨灰 每分每秒 都有数十数百的亡灵骷髅 被原地烧成灰烬 协会副会长 站在城墙之上 嘴巴长得老大 这也太霸道了吧 难怪让自己寻找 提升火属性的二级手势 威力果然惊人 仅凭韩武艺人 就给其他冒险者 开通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但亡灵将军 也不是吃素的 他当即唤起自己的精兵强将 大量维持着 异形态的亡灵骷髅上前 他们身上的骨骼 闪烁着五彩斑斓的色彩 表明着 他们拥有元素属性 甚至掌握了元素技能 可对此 韩武依旧看不上 因为这些亡灵骷髅的异形态 完全就是用杂乱装备堆上去的 没有一点属性搭配可言 没有类似于套装的效果加持 也没有带后坠名的异形态 有属性提成 面对这些垃圾的异形态亡灵骷髅 韩武上去就是两道喷火掌 15米长的火蛇 烧在这些异形态的亡灵骷髅身上 所造成的伤害 确实小了一些 可依旧有大量的异形态亡灵骷髅 被烧成灰烬 倒是有一些拥有火属性 水属性和冰属性的亡灵骷髅 从火焰中逃过一劫 可后续 他们要面对的 是和韩武进身战 韩武会让这些认为 逃过一劫的亡灵骷髅意识到 什么才叫真正的残忍 此刻 裂风城的城墙之上 全副武装的裂风城城主 巡视着下方 亡灵大军的攻势猛烈 让裂风城城主 恨不得自己跳进战场 与那些亡灵厮杀一番 可他的实力有限 贸然跳进战场 很可能会被那些骷髅大军抓起来 直接撕碎 属实不是明智之选 突然裂风城城主 看到了在骷髅群中 大放光彩的韩武 以韩武为中心 方圆15米内 很少有骷髅大军能靠近 只因为韩武的火力 实在是太猛了 那火焰 异形态的亡灵骷髅 一般扛不住三秒钟 初始形态的亡灵骷髅 更是一碰到韩武的火焰 就会被直接炼化成灰 哪怕有例外 闯过韩武火焰这关的亡灵骷髅 下场更惨 会被韩武一脚踢碎全身骨骼 俗称 一秒挫骨扬灰 这是谁的人 竟如此强大 裂风城城主 指着下方的韩武问道 协会副会长 赶忙上前邀功道 回城主大人 这是我请来的高手 为了请他来帮助裂风城 渡过难关 我可是下了好一番功夫 裂风城城主信以为真 夸赞道 你办得很不错 等击退亡灵大军之后 重重有赏 协会副会长顿时没开眼笑 他邀请韩武 用的是协会的资源 而裂风城城主给出的奖励 却是会进入他自己的腰包 这就叫做 花公家的钱 给自己谋福利 而随着韩武 表现越来越出色 死在他手上的亡灵骷髅 没有十万也有八万 如此庞大的猎杀量 也因为这突出的表现 王林将军注意到了韩武 他催促胯下的骷髅马 以最快速度 闯到韩武面前 并且直接就释放出 自己最强的四形态 鬼火骷髅 青绿色的火焰 燃遍王林将军的全身 给他带来一种别样的压迫感 韩武以喷火掌 所释放出来的火焰 无法伤到王林将军分毫 而王林将军 却骑着骷髅马 向韩武踩踏而去 这一击 王林将军要踩死 给他带来巨大麻烦的韩武 韩武当机立断 转身抽出晶体巨剑 与骷髅马扬起的前腿碰撞 咔嚓一声 王林将军胯下的骷髅马 两条前腿 近数骨折 骷髅马受此重创 一个没站稳 栽倒在地 王林将军也跌落在地 浑身燃烧的青绿色火焰 在这一刻变得更加浓烈 打残我的爱马 我要你死 王林将军这句发言 是用灵魂之声发出 所以韩武当场就听懂了 并直接回答道 砍你的马你不乐意 那我就只能砍你了 说着 韩武技巧性十足地 摆动着手中的晶体巨剑 向王林将军杀去 王林将军则抽出一把 燃烧着青绿色火焰的长剑 与韩武对撞 两把剑碰撞瞬间 韩武整个人倒飞而出 是因为他的力量属性 不及王林将军 但王林将军也没捞到好处 他的长剑在这次对撞中 被折断 半截剑身看起来颇为古怪 韩武随手给自己释放了 愈合技能 来修复自身的伤势 同时 他目光看向王林将军 王林将军的力气很大 对拼的话 韩武很吃亏 可王林将军剑都被斩断了 还在大言不惭 小子 等你死后 你这把巨剑就是我的了 我要用你这把巨剑 来杀光这座城里所有的人 将他们统统制作成王林骷髅 虽然韩武对王林将军的话 没有半点反感 可韩武为了城主许诺的奖励 只能继续上 怎么说呢 说完这句 韩武体型开始发生变化 这将是你的第一次 也将是你的最后一次 哦 第965章 二形态 飞影 狼嚎声中 韩武身形发生变化 他从一个人类 变为了狼人模样 与之伴随的是 属性翻倍 韩武双爪 提着晶体巨剑 再一次向着王林将军冲来 速度极快 快到王林将军根本躲闪不及 只能架起手中的断剑抵抗 可韩武的力气翻倍 此刻已经超过了王林将军 晶体巨剑的品质 又比王林将军手中的断剑 更加优良 较量中 断剑被再一次打断 同时 晶体巨剑也随之砍在 王林将军的骨骼上 所产生的粉碎性打击 令王林将军上半身和下半身分离 可即便如此 王林将军依旧没有死去 他在用灵魂之声 谩骂韩武 并诅咒韩武 必将死在王林手中 伟大的王林帝王 会为他报仇 韩武没有听人废话的习惯 手中的晶体巨剑 对着王林将军脑袋砸去 王林将军头骨碎裂 灵魂被晶体巨剑所吸收 世界安静了 而随着王林将军的死去 剩下的王林大军 就是一盘散沙 即便是韩武不插手 光凭裂风城的那些冒险者 也能够将其驱逐 解决了引发王林攻城的 王林将军后 韩武准备离开 但死记法乡 却在此刻叫住了韩武 别着急离开 在王林将军的甲咒里 放有东西 韩武这才转身去哪 从王林将军的甲咒内 韩武翻到了一根水晶质地的骨骼 瞧着这水晶骨骼 他想起了金鲸 这根水晶质地的骨骼 并非装备 也不是材料 而是和狼头骨一样 是一份传承 经过死记法乡进行扫描探查 最终确定了这份传承的信息 其名为 四形态 水晶乌妖 融合这份传承的非王林类生命体 将会获得水晶乌妖变身的力量 而若是王林收到这份传承 那可就赚大了 直接上升至骷髅族中的 最尊贵的王族水晶骷髅族 只是这么好的东西 王林将军竟然没用上 白白便宜了韩武 这份传承为四形态 现在韩武还用不上 只能暂时留着 如果到时候 没有其他合适的强力传承 他会选择这份水晶乌妖传承 回到裂风城 韩武受到了守城士兵们的热烈欢迎 他们亲眼看到 韩武以绝对优势 将王林将军消灭 对于整个裂风城来说 韩武就是拯救整个城市的英雄 裂风城城主也走出来 向韩武表达自己的谢意 并邀请韩武到自己的宝库中 可以随意挑选一件宝贝 作为此次抵抗王林入侵的奖励 韩武欣然同意 他此行的目的 就是裂风城城主的宝库 在裂风城城主的带领下 韩武进入宝库之内 进入的第一时间 韩武就请求死记法乡 帮助他探查周围 给了韩武一个否定的答案 这里没有死亡神王要找的宝贝 韩武有些失望 却又觉得本该如此 能够抵抗99%斩杀绿的宝贝 岂是那么容易找的 没有那件宝贝 韩武就只能够拿其他宝贝 作为自己的奖励 在死记法乡的指引下 韩武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二形态传承 名为二形态 飞影 二形态 飞影的特长之处就在于速度 进入二形态 飞影后 速度属性直接暴增至三倍 并且掌握短距离飞行 潜影 影缝 影之刃 影穿梭 影替身等技能 一旦将其吸收 韩武在生存方面将会获得巨大保障 未来还不知道要去何种凶险之地 韩武觉得有一项保命的形态也好 于是 他便选择了二形态 飞影传承 带着这份传承走出宝库大门后 裂风城城主得知 韩武只选择了一个二形态 飞影传承 还以为韩武这是在给自己节约 感动的裂风城城主 直接给韩武将该传承所需要的材料和装备凑满了 省了韩武不少时间 当吸收完二形态 飞影后 韩武的初始属性又有所提升 但这一次提升的只是速度 从原本的加555 直接暴涨到了加155 以至于韩武现在全力奔跑的话 已经能够拖出一道残影 成了裂风城城主这么大的恩情 韩武决定为裂风城城主做一件事 就比如 为裂风城彻底排除亡灵入侵的可能 裂风城城主自然不会相信韩武说出的话 他只当韩武在吹牛 却还是和韩武细细讲明 裂风城和亡灵军团的恩怨 二者从上百年前就已经有了纷争 当初乃至现在 亡灵军团都守在距离裂风城上百公里的乱坟岗上 裂风城的商队每次经过 都会遭受到亡灵的袭击 于是 裂风城干脆就组建了一支由冒险者组成的队伍 想要将亡坟岗铲平 结果此行为引起了当时的达到了五形态的亡灵帝王的不满 带领亡灵军团奋起反抗 终将裂风城军队打退 从此以后 亡灵军团就和裂风城杠上了 一旦有什么矛盾 亡灵军团必将冲向裂风城进行亡灵入侵 裂风城沦到现在这一代 已经衰弱了不少 当代裂风城城主也只是一个三形态 且实力很水的人 所以 在得知亡灵即将入侵的时候 裂风城城主所想到的是寻找帮手 而不是自己去扛 因为 以他那垃圾实力 他真的扛不住 好在最终结果是好的 亡灵大军被打散了 但在寻武看来 只要百公里之外 一直存在着乱坟岗的话 裂风城子民的日子 就会过得紧紧张张 日日担惊受怕 还不如一鼓作气 将乱坟岗铲平 裂风城城主对寻武够意思 寻武自然也会投套送礼 帮裂风城城主一把 确定目标后 寻武便果断出发 向着距离裂风城的 一百多公里的乱坟岗赶去赶路时 寻武也保持着二形态 飞影状态 那赶路速度 嗖嗖的 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寻武就跨过了一百多公里的路程 来到乱坟岗范围内 寻武当即感受到 不少亡灵骷髅在活动 数量至少十万 并且实力要比之前 亡灵将军所带的那一波更强些 而对此寻武丝毫不拒 今日 他就要将这乱坟岗铲平 以绝后患 第966章 最终之亡灵格雷 踏入乱坟岗范围 无数亡灵骷髅 就察觉到了寻武生者的气息 他们手持各类 不知道从哪里捡到的武器 向寻武杀来 寻武直接激发技能 喷火掌 15米的火蛇冲出 将前方的亡灵骷髅覆盖 大量亡灵骷髅被烧成骨灰 当然也有不少一形态 甚至二形态的亡灵骷髅 扛住了寻武的火焰攻击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寻武的物理攻击更加猛烈 再加上寻武背后 还背着晶体巨箭 一巨箭下去 就算是四形态的亡灵将军 也得当场崩碎 更何况是这些普通的亡灵骷髅呢 近乎无敌的寻武 一步一步向前跨境 死骑法乡 为他找寻着乱坟岗内的最强者 亡灵帝王所在 按照死骑法乡的指引 很快寻武就来到了亡灵帝王的目的 其目的 要比其他亡灵骷髅的目的更加华丽 到处都是精美的石雕 还挂着不少金银珠宝充当装饰 还真是个奢华的主 寻武不禁评价道 你是自己出来 还是我把你打出来 感受到寻武所散发出的气息 亡灵帝王自目的中走出 他全身骨骼晶莹剔透 乃是骷髅族中的王族水晶骷髅 头戴白金王冠 手持一把燃烧着黑紫色明火的权杖 死气所化的披风 处处透露着霸气 抬起水晶头颅 亡灵帝王眼眶中 燃烧的灵魂之火闪烁 他能够看出 寻武目前只是一个连三形态 都没有凑齐的弱者 却偏偏不敢有丝毫松险 亡灵帝王能够察觉到 乱坟岗内的亡灵骷髅 死伤惨重 应该就是败眼前这个 连三形态都没有的弱者所赐 人类 你要做什么 亡灵帝王以灵魂波动 向寻武发问 寻武操控自己的灵魂回道 也没多大的事 就是想让你离开这里 从此以后不再骚扰裂风城 寻武说完 手已经摸向身后的晶体巨剑 随时准备战斗 可他万万没料到的事还是发生了 面对寻武所提出的不合理要求 亡灵帝王竟点了点头 以灵魂之声回复道 好 寻武顿时就猛了 亡灵帝王 这么好说话的吗 你该不是想要骗我吧 寻武不放心地看向亡灵帝王 亡灵帝王摇摇头 眼眶里的灵魂之火 极为稳定地燃烧着 我已经猜到了 你应该不是白魂文明的土著 虽然你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并不强 可你身体中所蕴含的潜力 是无限的 来和一位前途无量的外遇强者作对 寻武无言以对 眼前这个亡灵帝王太聪明了 让他想动手都找不到理由 既然如此 你就尽快搬离这里吧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寻武说着 准备离开 他倒不担心亡灵帝王不听他的话 或者说 寻武巴不得亡灵帝王不听他的话 那样的话 寻武就有理由将亡灵帝王灭杀 请留步 亡灵帝王突然开口道 寻武疑惑转头 怎么 你非要跟我过两手 寻武说着 手已经摸向了 那把晶体巨剑 亡灵帝王连忙摆手 表示自己并没有那个意思 我感受到 你身后 那把巨剑中所蕴含的力量 莫非你和最终之王林格雷有关 可他明明已经陨落了很多年 寻武算是听明白了 自己所寻到的菱形碎片 应该是和最终之王林格雷有关 不过这小小的裂封城 怎么会和最终之王林格雷沾边 若是真的沾边 那裂封城混得可真不咋地 你知道与最终之王林格雷有关的情报 寻武询问道 接下来他也不知道 自己该去哪寻找死亡神王所需要的宝贝 最终之王林格雷 至少也是白魂文明曾经的最强者 和他有关的地方 存在着宝贝的几率更大些 亡灵帝王点点头 我知道最终之王林格雷的灵幕所在 寻武眼睛顿时就亮了 强者之墓里 往往都会陪葬些宝贝 很有可能 最终之王林格雷的灵幕里 就会有死亡神王所需要的宝贝 不过 寻武还是存在着几分警惕之心 亡灵帝王本可以不把他所知的情报透露出来 可偏偏他却说了 寻武可不认为 亡灵帝王是个做好事不留名的热心肠 毕竟他连心肠都没有 说吧 我想知道这个情报 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寻武直接问道 亡灵帝王眼眶里的灵魂之火一颤 似乎很惊讶 随即 他以灵魂之声说道 我想要占领最终之王林格雷的灵幕 不过仅凭我的力量还不够 所以 我想要邀请你来帮助我 事成之后 灵幕里的宝贝 你可以随便挑选 寻武思索着亡灵帝王的提议 两个战力打 总比自己一个人打要省力得多 而且 亡灵帝王可是五形态的强者 理论上要比寻武更强先 寻武拉上亡灵帝王入伙 他还算是占便宜了 不过 提议虽好 但有一点需要寻武警惕 那就是亡灵帝王的人品 这家伙现在看起来还挺和善 可真遇到危险 会不会抛下寻武逃跑 甚至暗中坑寻武一把 这些寒武可拿不准 有句话叫 知人知面不知心 寒武无法完全相信亡灵帝王 那还不如别合作 亡灵帝王似乎瞧出了寒武的犹豫 当即说道 如果你愿意和我共同探索 最终之王林格雷的灵幕 我可以和你签订灵魂契约 你确定 寒武半信半疑道 灵魂契约这东西 对于亡灵帝王的限制 要比寒武大得多 毕竟亡灵帝王是死灵 他的主体就是灵魂 而寒武是生命体 生命和灵魂处于同等地位 自然确定 说着 亡灵帝王抬起手 取出一份灵魂契约进行拟定 上面明确写了战利品 如何分配等信息 拟定完毕后 亡灵帝王还将自己的一缕灵魂 附着在上面 表示认同契约内容 寒武接过灵魂契约 让死记法相探查一番 令寒武诧异的是 上面并没有任何陷阱 是一份很纯粹的灵魂契约 见如此 寒武也将自己的灵魂气息 附着在灵魂契约上 顿时 灵魂契约签订完毕 直到攻占最终之王 灵格雷灵幕之前 二者都要保持对友关系 不可伤害对方 如有违背 灵魂毁灭 那么现在 咱们就出发吧 寒武迫不及待道 不及 在此之前 我觉得 还需要为你提升一下实力 亡灵帝王说着 返回自己的墓地里 很快就取出一份卷轴 那同样是一份形态传承之物 寒武接过 卷轴的信息收入他的脑海中 三形态 剑锋 第九百六十七章 亡灵帝王搬家 三形态 剑锋的信息 展示在寒武眼前 三形态下 他可变身为剑锋族 同时使用四把巨剑 来发起攻击 并且三形态 剑锋是锋的蠢 对锋拥有极强的亲和力 在看到这些信息时 寒武没忍住 直接就笑了 对于剑锋族 他可太熟了 甚至可以说 卷轴中所记载的信息 都没有寒武所了解的详细 只因为 寒武的圣徒之一 斩铁剑锋 就是剑锋族 很好 这份卷轴我收下了 寒武朗声道 至于卷轴上 所需要的装备 以及技能 对于寒武而言 根本不是问题 他虽然只是一个业余的铁匠 但在赤儒矮人神锤 名师出高徒的影响下 打造出一套三级的装备 不成问题 而且 寒武手中的资源很多 打造出来的三级装备 绝对要比生命体 爆出来的装备更好 至于技能 那就更不用担心了 除了传承中 所记载的旋风展 裂风展 暴风展之外 寒武还能搞出斩铁士 分金士等更高级的操作 所以说 三形态 剑锋的准备工作 对于寒武而言 完全没有难度 寒武带着三形态 剑锋的传承卷轴 返回裂风城 又找到牛头人的铁匠铺 这一次 牛头人铁匠 直接以膜拜的姿势 看着寒武打造装备 直到寒武将所有装备打造完毕 离开好半天 牛头人铁匠才回过神来 长出一口气 吼出一声 妙 后面 寒武又找到裂风城城主 说明了亡灵帝王的决定 并找他借了一点白魂币 说是借 但寒武根本就没准备还 裂风城城主 自然也没相信寒武的情报 本能地以为 寒武拿这个假情报来骗钱 不过看在寒武 确实为裂风城做过贡献的份上 裂风城城主并未戳穿寒武 爽快地给了寒武白魂币 并嘱咐寒武 日后在外面过不下去了 可以来投靠他 他会给寒武一个满意的待遇 寒武只是笑笑 以他的实力 怕是把整个裂风城卖了 也付不起雇佣他的工资 三形态 剑锋更加强大 所带来的属性加成也很丰富 力量 敏捷 精神 体质 各加100 攻击加200 防御加100 一旦激活三形态 剑锋 各项属性翻倍同时 风属性会获得加100的提升 种种属性加成下来 寒武即便是保持初始状态 最低属性也达到了加155之多 最高的敏捷属性 更是达到了加255 攻击和防御的提升同样很强 如此基本属性 已经能够媲美一些普通的四形态强者 若是再遇到亡灵将军 寒武即便是不动用精体巨剑 也能够将他轻松打败 实力提升后 寒武手中还有一份传承四形态 水晶乌妖 水晶乌妖主要提升精神层面 属于法师像的形态 而且寒武因为没有对亡灵帝王进行讨伐 所以并没有合适的材料 四形态 水晶乌妖的传承只能暂时搁置 亡灵帝王瞧见寒武当前的实力后 眼眶中的灵魂之火跳动 已经是有些震惊了 他知道三形态 剑锋带来的属性增幅会很强 却没想到会这么强 不过寒武强了也是好事 对于接下来探索最终之亡灵格雷的灵木 十分有帮助 一切准备就绪 亡灵帝王便号召乱分岗内所有的亡灵开启远征 上万名亡灵骷髅带着武器 在亡灵帝王的命令下 趁着夜色搬离了居住百年的老窝 这个消息传回裂风城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 裂风城城主正在吃饭 得知消息后 他惊喜到手里的碗摔在地上 而不知 两久他才反应过来 寒武和他所说的情报竟然是真的 威胁裂风城上百年之久的亡灵帝王 真的搬走了 随即 裂风城城主又有些懊恼 他只给了寒武一点点白魂币 寒武不会怪他抠门吧 对于裂风城城主的烦恼 寒武自然不知 他乘坐着亡灵骷髅们所抬着的轿子 在夜色中前行 用了一夜时间来到一处山洞外 亡灵帝王从轿子上走下来 向寒武介绍道 此处就是通往最终之王林格雷陵墓的入口 寒武半信半疑 他让死记法乡向内部探查 死记法乡发动感知 深入洞穴 果然发现有一处灵墓 不过这处灵墓 被一股特殊的威严所包裹 死记法乡的感知无法渗入 只能等寒武进入灵墓内后 再想办法进行探查 确定没有问题后 寒武微微放心了些 那咱们就进去吧 说着 寒武第一个走在前面 亡灵帝王跟在寒武身后 至于那些亡灵骷髅 并没有跟着进来 他们的实力太弱 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并且 亡灵帝王拥有强大的召唤技能 若是真的遇到各种情况 当场召唤也来得及 进入山洞内 寒武直接转变为二形态 飞影 此形态之下 他最高的敏捷属性 直接暴涨到765 奔跑速度 能够拖拽出数道残影 并且 各种隐系的技能 在黑暗中 更容易发挥出效果来 亡灵帝王 也摆出十足的警惕 他先是动用古戏技能 为寒武和自己 召唤出一层古盾防御 然后又召唤出 五具三形态的亡灵勇士 在最前面探路 虽说亡灵勇士的实力 在寒武看来 弱得一匹 可用来担任探路先锋 还算得上是物尽其用 一路前行 没走多远 他们便遭遇到了袭击 在黑暗中 突然跳出一个 浑身漆黑的人形怪物 照着寒武的头抓去 寒武反应速度很快 直接发动潜影技能 将身体沉入影子中 让人形怪物扑了个空 随即他在影子中 刺出一把黑刀 这把黑刀 正是二形态 飞影的技能 影之刃 而当前这个漆黑幽暗的山洞里 影之刃的威力 更是达到了最大的强度 只是一击 便将那个人形怪物刺穿 钉在石壁上 亡灵帝王仰起权杖 凑到暗人形怪物的面前 幽暗的火光中 浮现出人形怪物的模样 他浑身的皮肤漆黑 没有五官的存在 有种诡异的扭曲感 让人看后 不禁觉得脊背发凉 这是三形态的幽暗英师 有些难缠 死亡帝王解释道 说着 他将自己的权杖 往幽暗英师身上一对 权杖上燃烧的明火 引燃了幽暗英师的身体 在明火灼烧下 幽暗英师被烧成灰烬 地上只留下三十白魂币 证明他曾经存在过